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郑州有个地方叫白骨园 是个好去处 这里山清水秀 地广人多 至少有上万户 人口约莫有数万人 乃是整个州府一流的好家园 在白骨园 有一座古老的庙 叫五王庙 供奉苗王 牛王 马王 虫王 水草王 源于人们对古物丰收 没有灾害 牛马健壮 水草丰美 百虫不侵的期盼 至今一些地方还存在 且香火不得 据说供奉了数百年 一直都没事 当地老人都说 自从有了五王庙 这里就没了灾害 加上大家都不懒惰 日生而作 日落而息 所以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过上好日子 若是没有五王的护友 万万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 但是不知道何时起 白骨园出现了问题 起初是出现了干旱 洪涝 飓风等灾害 一个接一个 据顾老相传 白骨园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出现灾害了 任何一种都没有 现在 不知道为何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灾害 十分奇怪 接着 出现了对人致命的火焰 火球 那些火球落地就炸 炸开了就是火焰 烧坏了许多庄稼 房子以及其他 然后 又出现了瘟疫 虽然最后没有让人死掉 但是从染上瘟疫到瘟疫消失 人人都很痛苦 这一连串的天灾人祸 搞得白骨圆人人自危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推选当地的宝障 类似于李正 村长 苏学旭 去武王庙里拜祭 最好是武王能显灵 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才能解决 苏学旭作为保障 不能推辞 于是三不一拜 直接从家里拜到了武王庙 期间十几里路 他一点也没有弄虚作假 只为表现虔诚 免得惹怒武王 到了武王庙里 苏学旭祭祷 说自己这边每年都供奉祭祀武王 不知道哪里惹恼了武王 以至于出现如此天灾人祸 武王果然显灵了 他说 不错 那些灾祸 都是我在惩罚你们 你们送来的祭品 年年就是那几样 我吃了许多年 早已经吃得够够的了 从今年开始 我要换口味 我不要吃五谷水草 我要吃肉 我要吃牛羊猪马的肉 我还要吃人肉 苏学旭一听 吓了一跳 牛羊马猪都好说 人肉上哪里弄 武王显然看出来苏学旭的疑惑了 又继续说道 要你们每年祭祀两次 一次是春季 一次是秋季 春季要用猪牛马羊 秋季要用活人 猪马牛羊各要五头 人嘛 少一点就少一点吧 两个就行 但是要一男一女 苏学旭听了后 茫然地回去了 回去之后 苏学旭跟村里人商量 大家听说后 都不知道怎么办 不过商量到最后 大家的意思都很明显 要猪马牛羊并不难 一年二十头 大家轮流来 或者出钱买 最后平摊也不是很多 但是要两个人 谁肯被吃掉呢 商量了一天 大家都表示 武王要吃猪马牛羊可以 要吃人绝对不行 结果当天晚上 苏学旭就做了个梦 梦里武王神威胁道 你们若是不送人来给我吃 我就让你们也过不上太平日子 万一我发火了 就发谁把你们淹死 或者让雷神来劈死你们 又或者让大风大火来 让你们颗粒无收 全部饿死 次日苏学旭又跟众人商量 说到了晚上的梦 原来不少人都梦到了 这下大家没辙了 只能迫于武王的淫威 决定送人祭祀 送谁给武王吃呢 三个臭皮酱赛过诸葛亮 大家商量一下午 想出一个办法 送那些老弱病之人 给武王吃 每年送一个老人和一个病人 按年纪和疾病轻重来 一男一女 不偏不倚 至于那些出了人的家庭 大家凑一些钱 给点不住 就这样 当地年年秋季都给武王送人去 一连三年 都是如此 好在武王也不挑食 没有嫌弃是老人和病人 因此倒也相安无事 不过 有时候苏学旭也很好奇 武王庙里的五个神仙 怎么分着吃两个人呢 真是奇怪 从那以后 当地人不再称武王神 而是叫武兄神 这一年 包公 就是包拯 到郑州巡查 知道了白骨猿武王庙 神仙吃人的事情 觉得不可思议 他对左右人说 神仙 本来就应该是保佑百姓 为百姓祈福 百姓有了困难 灾难 他们应该帮助百姓 现在 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百姓好好生活 这五王神 却要降在吃人 恐怕有古怪 只怕是妖怪作孽 晚上 包公就开始借土地神的庙 向上苍祷告 并写了谍文 焚烧而尽 必须要说一点 包公上应魁星 文曲星下凡 下英明王 第五殿言 罗王就是包拯 既掌管阳间之事 也管地府之事 所以他有这个本事 晚上 包公就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一位天神 身穿红袍 头戴金盔 对着包公说 白骨猿武王庙的事 你不能责怪武王 武王有事 这些年一直在天上 现在庙里的不是武王神 乃是白蛇精作怪 那白蛇精修行不满千年 法力低微 你明日可多带一些弓箭手 除了白蛇精 也是功德意见 醒来后 包拯选了得力助手里外 然后让他预先埋伏到武王庙 李万剑术极好 力大无穷 所以包拯选择他 天亮以后 包拯带着苏学虚等当地人 以及百名弓箭手 前往武王庙 包公还特意让这些弓箭手 在剑族上脆毒 到了那里 白蛇精已经被天神逼的现行了 这条白蛇精 长有两三丈 两个眼睛像是灯笼一样 而他嘴里的牙齿就像是两柄锋利的匕首 包公一声令下 早已埋伏好的李万 一剑射中了白蛇精的眼睛 白蛇精眼睛瞎了 胸抱起来 张开血盆大口 要来吃包公 李万继续射箭 但已经射不到白蛇精的眼睛 虽然射在了白蛇身上 但却无法致命 包公一看 让那百余名弓箭手一起发射毒箭 白蛇受不了 马上窜逃 躲在了庙中大柱子里 畜生就是畜生 以为躲在柱子里 别人就看不到他了 包公则被苏学序 说 这是白蛇精作祟 你也看到了 根本不是神 你呀 真是糊涂啊 神仙怎么会吃人呢 白白害了那么多人命啊 说完后 包公让人劈开大柱子 他看到白蛇精还没有死 亲自拿着窄妖箭 砍了白蛇精 杀了白蛇精后 包公让李万找来绳子 把白蛇抬出去 放在庙门口焚烧 让四方百姓都来看 杀了白蛇后 包公又把五王庙迁到别处 抚慰众人后 再次出发了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徐州有个叫何龙武的将军 有一天 他得知远在故乡的老母亲病重 心里甚是着急担忧 所以请假回家 回家的路上 他归心四肩 骑马一路及时 有一天 他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让他惊奇的是 此时 天刚至伯木之时 可村里家家户户 关门庇护 甚是安静 偶尔听到几声狗吠 心里很是惊奇 此时鸡肠碌碌 想在此处下 明日再赶路 遂至一农户门前扣门 不大会 里面出来一个神色惊慌的汉子 听名来意 极快把他拉进去 何龙武更加惊奇 询问他 此时天还未黑 怎么家家户户 都关门庇护了 那汉子听吧 给他端上了一些粗茶淡饭 叹息说 实不相瞒 最近我们这里很是不太平 常常闹鬼 有人经常的失踪 且还是一些年轻的后生 一直都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官府派人四处寻找 几天后 竟然在村外荒郊野外 找到一些尸骨 鹰是那些后生的尸体 可是官府都查不出来凶手是谁 但尸骨周围有很多大脚印 都揣测凶手鹰是个巨人 可官府一番勘察 也没有一丝蛛丝马迹 村里的人们都人心惶惶的 因此 天黑后都不敢再出来了 何龙武听吧 大怒道 凶手真是胆大妄为 如此这般频频害人 真是无法无天 我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再次作恶 那汉子看他一身盔甲打扮 心里很是敬畏的 听吧 盲扑通跪下 祈求他为民除害 何龙武盲把他搀扶起来 好言安慰的 吃完饭 他躺在床上 胡思乱想一番 便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他在汉子的带领下去 村外巡视一番 又回去 晚上村庄里照常早早关门庇护 他拿着宝剑在村外巡视着 可知道丑时都没有一点动静 一连数天皆都如此 他见那巨人再没有出来害人 心里又有惦记家中的老母 只好打算开这个地方 早上便要离开 临走时 那个汉子却是恋恋不舍 害怕他离去了那凶手再出现 何龙武安慰他一番 便离去了 他骑马一路狂奔 过了会 来到野外 此时 天刚刚亮 忽然 马尔思明 停下脚步不再向前行 何龙武大怒 扬边催马 可那马尔依然思明不再前行 何龙武正在纳闷 忽然 前面不远处现一个十几丈的巨人 正在慢慢行走着 何龙武顿时惊恶主 忙急急询问道 前方是何人 可那人有如耳聋一般 并不回话 依然慢慢行走着 何龙武遇上前看个究竟 阳边催马 可那马尔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他只好下马 急步如飞地过去 到了跟前大惊 哪里是什么人 竟然是个人身地乎脑袋的怪物 那怪物嘴里竟然叼着一个年轻后生 看样子 那后生已经昏迷不醒 何龙武大怒 知道这定是那贫瓶出来骇人的巨人 随逃出宝剑砍去 那怪物受伤打惊 随丢掉后生 欲逃离 何龙武紧追不舍 又挥着宝剑砍去 那怪物身子哆嗦着忽然倒地 瞬息之间 竟变成一个巨大的壁壶 趴在地上 急快爬着逃离 转眼之间 电消失了 何龙武不甘心 仔细在周围寻找 不大会 发现远处有个洞穴 看样子 这应是那怪物的洞穴 何龙武想着 随躲在洞外守候 过了好长时间 那怪物中探头探脑地出来 说时迟难使坏 何龙武忽然射箭过去 不偏不已正好射中他 他竟然鸣叫着 箭一般窜出来 直奔何龙武而来 样子很是愤怒可怕 何龙武果然不愧是将军 竟然不慌不忙地 挥剑迎过去 几个回合后 那怪物终被砍死 何龙武泪的气喘如牛 衣服都湿透了 他坐在地上休息了会 起身背上那怪物的尸体 直奔村里而去 而那马儿乖乖地跟在后面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以下故事 出自清代许凤恩智怪 笔记小说《里程》 翻译时稍有改动 沈良和韩阳是一对好友 沈良娶妻生子 但家中很贫穷 韩阳没有娶妻 但家中很有钱 原故事中 人物没有名字 用假以代替 为了方便阅读记忆 我替故事中的人物拟了名字 特此注明 为了生活 为了妻儿老小 沈良只好放弃学业 外出做生意 临走之前 他把家人托付给韩阳 一再强调 如果家人没钱吃饭 问韩阳借钱的话 请韩阳务必借给他们 自己赚钱回来 肯定还给他 韩阳答应了 还说自己一定会照顾好 沈良家人 沈良一走几个月 家里钱花光了 于是沈良妻子让儿子 去问韩阳借点钱 儿子到了韩阳家 说明来意 本以为很顺利 不料韩阳冷笑一声 说 之前跟你父亲确实说过 要照顾你们 但那只是戏言罢了 你们家那么多人 如果我借钱给你们 供你们吃喝 来日方长 我就是有金山银山 也要做吃山空啊 你赶紧走吧 我不会借钱给你的 沈良儿子不断求韩阳 哭得很伤心 但是韩阳说 什么都不肯借钱 沈良儿子回家后 跟母亲说了 沈良妻子不由的长叹一声 所谓金兰之交 至亲好友 不过如此啊 家中柴米都没了 又借不到钱 全家人只能叹气 正在发愁事 韩阳的老婆来了 沈良妻子一看 很是生气 痛骂韩阳不够意气 说话不算数 老婆也替她鸣不平 言辞激烈 看样子很激动 脸色都变了 说 人情就是这样啊 别说只是朋友 就是亲人都这样 夫人 你暂且息怒 老婆我也没钱帮你 但我听说 你家女子都擅长做女工 为什么不做女工 来挣钱养活家人呢 这样总比求人强啊 沈良妻子听说后 又叹了口气 说 我也这么想 只是没有钱买工具 所以没法做女工啊 老婆一听 立马说 只要夫人愿意 老奴我自有办法 老奴我常常为主人 各个店做会计 主人也很信任我 夫人需要钱买工具 我可以去店里 先拿一些东西点压出去 等以后夫人做了女工 卖了钱 再偿还于我 我再把东西赎回来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沈良妻子大喜 谢了韩阳家老婆人 老婆人回去后 点压东西 为沈良妻子买了针线 布布 剪刀 崩矿等 然后亲自送给沈良妻子 拿到工具后 沈良妻子带头做女工 并督促小姐 女儿一起做 于是 几个女子一起做女工 连天加夜 确实很辛苦 但是他们手艺好 做出来的女工质量很高 完成一件刺绣之后 沈良妻子就让老婆来拿去卖 老婆总是能给她卖个好价钱 于是 渐渐的沈良一家挣到了不少钱 不但还清了老婆点当东西的钱 家里也不愁吃喝 甚至还有盈语 存了不少钱 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一家人都很感激老婆人 但对韩阳却没有好话 自从沈良走后 韩阳从没问过她怎么样 那么沈良现在如何呢 当初 沈良和别人一起出门做生意 仅仅三年时间 他就赚了很多钱 后来 他觉得很久没回家了 也挣了不少钱 就打到回府 回到家后 沈良看妻子 小妾 女儿 儿子都没有瘦 穿的衣服似乎还更好了 顿时很高兴 觉得自己走后 多亏了韩阳的照顾 他问了妻子 自己走后 韩阳如何照顾他们 一听韩阳的名字 妻子勃然大怒 一边吐口水 一边骂 相公 你可别说他了呀 你一说他我就来气 你走之后两个多月 家里没钱了 接不开过 我让儿子去他家借钱 他一毛不拔 还说我们家人多 会把他家吃空 什么狗屁金兰之叫 如果指望他 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这会儿不知道 在哪个臭水沟里呢 沈良又问 既然韩阳没借钱 那一家人怎么生活 妻子赶紧说到 韩阳家的老夫人 给自己出了点子 点压东西借钱给自己 又买了女工工具 还替自己把刺绣都卖了好价钱 沈良听完妻子的话 大为精益 决定去找韩阳算账 正要出门 只见韩阳和老夫人已经来了 他一边进屋 一边恭喜沈良挣到大钱回来了 看到沈良后 韩阳热情地拉住他的手 说了很多思念的话 感觉很是用心 沈良冷哼一声 非常生气地说 我离开时 把家人托付给你 现在我的家人没有饿死 多亏了你这位好朋友啊 什么金兰好友 原来都是鬼话 从今以后 咱们不要来往了 就此别过吧 以后 我只愿意和老先生交往 说完 他拜谢了老夫人 韩阳哈哈大笑 还没等他说话 一旁的老夫人说话了 原来老夫人去沈良家 给沈良妻子出主意做女工 用东西抵押换钱买工具 都是韩阳的主意 包括他们做的刺绣 其实也都是韩阳买了 韩阳喜欢刺绣 出的价格比市面上价格都高 他虽然买了回来 但没有转手卖出去 所以他一分钱没赚 是自己出钱买了这些刺绣 老夫说完后 沈良 沈良妻子 小妾 儿子等人都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此时 韩阳开口了 他说 起初我也想直接借钱帮助弟妹 但是转念一想 这样一直出钱帮忙 并不合适 因为贤弟你家人不少 每次借钱都不是小数目 若是一直借钱 时间久了 不但会让弟妹觉得钱来的太容易 我自家也不好解释 所以我换了个办法 让仆人去说 建议弟妹家人做女工 自己挣钱知道珍惜 也能体会贤弟在外挣钱不易 最重要的是 家人会变得勤劳 不会好吃懒做 家风也会好很多 我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都为了贤弟全家好啊 韩阳说到这里 声泪俱下 沈良和妻子也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 韩阳招了招手 旁边的仆人拿来了一个箱子 韩阳打开后 说 我收来的刺绣都在这里 一个没卖 我虽然喜欢刺绣 但这些都是弟妹等人所做 我收着就是为了给自己做个证明 现在 贤弟回来了 我便把这一箱刺绣还给贤弟 等令爱出嫁 这些可以卖了换钱买嫁妆 不是很好吗 沈良妻子一看 这些刺绣全部崭新如初 不由得对自己说的话感到惭愧 他和沈良对韩阳深深意外 韩阳扶起了他们 沈良抱着韩阳痛哭 又败了败 从此他们关系更好了 奇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长白县有个村民叫柳基 父亲已离世了 和瞎眼老母相依为命 她身材健壮 特别老实汉厚 又勤劳 每日都在她的吉姆泊地里劳作 空闲时间 还会上山打柴挑到吉市去卖 补贴家用 日子虽然不是很富裕 但也吃喝不愁 只是 她一直昏配年纪 却因为母亲是个瞎子 无人为她保眉 母亲很是忧愁 觉得自己连累了儿子 总是背着柳七暗暗垂泪叹气 有一天柳七又去山上打柴 至傍晚回家 走在山路一棵树下 身子实在是疲乏 便坐下来休息 身子疲乏 不知不觉快睡着了 片刻后 忽然听到有唧唧哇哇的声音 她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一看 不由愣住了 不远处 两个长得很是可爱 穿着红肚兜的小童在嬉戏着 她很惊异 这深山老林里 哪来的长得如此白净可爱的小童 很是喜欢他们 便忍不住之前 那两个小童看到的 却是受到了惊吓 忽然顿地没影了 柳七有点失落 挑柴回家告诉母亲 母亲听吧 又惊又喜道 那应是棒锤精 人参精 价值不菲 当年 你的父亲曾多次和村民们 去深山里寻找棒锤 可惜她没有那个命 有人找到了棒锤 可她辛辛苦苦地几次进到深山老林里 不仅没有找到棒锤 还几次迷路 差点没回了家 后来终丧气罢休了 只是安心赐弄那几母帝 再不听人蛊惑 只山上去寻找棒锤了 听你方才的话 那定是棒锤无疑了 明日你进山再看到他们 就带住他 别放手 用红绳捆住他 卖了好价钱 好比你娶媳妇 说吧 给他一根红绳 柳七素来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 很是孝顺 便听话地答应着 第二天 兴致勃勃地带着那红绳和稿头进山了 可是 他走到昨天那红度都小铜兮兮的地方 却是静悄悄的 不仅没有红度都小铜 而且 也没有看到母亲所说的那种像棒锤的植物 但他是个没心没肺的的傻人 也没有当回事 在山里转悠了一会 便回家了 正在家里坐卧不安 盼着他的母亲听到他空手而归 不由很是失望 喃喃自语道 哎 咱们真是命里没有财啊 就是受穷的命 说吧 连连叹记 柳七却是憨笑道 娘 我们现在不缺吃 不缺喝的不是很好吗 您不是常常说知足者常乐吗 你也知道 村里还有不少人总是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呢 因此 我们应该知足了 说吧 去给母亲捶背 母亲听吧 又长泰一口气 瞎眼里缓缓涌出混沌的泪水 有一天 柳七又是山上打柴 忽然又听到那叽叽哇哇的声音 忙停下手里的火 放眼望去 只见那两个红度都小童又出现在眼前 他没有惊动他们 默默看着 很是喜欢 觉得这不是活生生的人吗 怎会是傍睡 此时 那两个小童也默默看着他 看到他拿下挂在身上的葫芦 往嘴里灌水 很是惊奇 停住嘻嘻 惊奇地看着他 柳七也善意地看着他们 看到他们呆呆望着自己装水的葫芦 便含笑道 你们是谁叫娃娃 是不是也可了 想不想喝 那两个娃娃看看他 又互相对视下 叽叽哇哇地不知道说什么 继而试探性地慢慢过来 看他没有恶意 便不再害怕 之前兴奋至极地拿起那葫芦 学着柳七的样子喝水 柳七看着他们的搞笑样子 忍不住大笑起来 此时 他的红绳就在囊中 至家中 柳七没有把此事告诉母亲 他不想伤害他们 有一天 两个小童正和他洗脑 忽然 历林里出来一个童颜 却是须发揭白的老者 他看着那两个小童怒道 你们两个真是顽劣不堪 快快回来 那两个小童忙叫着爷爷 挤挤过去 有个小童道 爷爷 那个东西很好的 他还给我们水喝 那个老者又怒道 爷爷告诉过你们 你们口里所谓的东西叫人 他们没有那么简单 你们看着他们面善好客 可他们心思却很是复杂 时好时坏 虽然面上善待你 可心思难测 所以你们要小心 死后不可尽检 以免受到伤害 两个小童 萌萌的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此后不再尽检 柳七因为和他们嬉闹 不再寂寞 可是此后 很是失落 郁郁寡欢 母亲虽然是个瞎子 可她能感觉到柳七不开心 盲观心询问 柳七只好到处 母亲听爸怒道 真是个愚目疙瘩啊 这帮垂静道 你手你都不要 真是受穷的命 说吧 竟哭泣起来 柳七忙手忙脚乱的抚慰的 有一天 柳七又是山上打柴 她实在是寂寞 便唱起歌来 她虽然呆奔憨厚 可是歌声很是嘹亮好听 只是歌声忧伤 那两个小童又出现了 柳七很是高兴 便又和他们嬉闹一番 有个小童默默问道 为何看你不开心 是有什么事吗 柳七听爸 便把母亲着急让她娶妻 却是家里没钱 让她抓他们卖钱的事 一股脑都说出来 那两个小童听爸 嬉笑着拉着她的手 走进密林里 指着旁边两颗棒锤道 把他们挖走 便可够你讨媳妇了吧 柳七看到那竟然是两颗棒锤 很是高兴 便拿出红绳绑住她 做了几号 回家取了稿头挖掘 买了个好价钱 果然 有了钱后 她讨到媳妇 且还善良贤惠 很是善待她的母亲 一家人和母相处 有一天 那个小童弟给一个树叶 上面滚动着晶莹剔透的露水 让她给母亲服下 她的眼睛就会复明 只是告诉她不要告诉别人 柳七大喜 连连答应着 忙至家中 告诉母亲这是遇到神医给的药 母亲听爸 很是高兴 忙服下 眼睛果然复明了 一家人很是高兴 柳七很是感谢那小童 此后经常采摘家里的果子给他们吃 此山有个道观 道观里住着一位外地过来的老道 多年来 她从来不出外云游天下 总是在此山转悠 有时候会被村里人请去降妖作观 有一天 她从人们口中 知道了柳七母亲眼睛复明的事情 很是兴奋 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便知柳七家对柳七母亲说柳七身上有妖气 需要驱赶 要不然会给家里带来祸端 婆媳二人听爸大惊 很是恭敬她 对她的话言听计从 柳七也很恭敬她 任她把自己带进后院中 那老到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目光如炬地询问她 近日可碰到什么怪异的事情 要说实话 如若不然 她将会给家中带来祸端 柳七很是害怕 把事情的经过到处 那老到听吧 心里窃喜 面不动声色 让她明日再和小童相聚 她才有办法驱赶她身上的妖气 柳七忙答应下来 第二天 柳七至山上打柴 那小童依然出来 亲热地和她息闹 正在玩的热火朝天时 老到忽然之前大吼一声 棒吹 快速把红绳捆在其中一个小童的身上 瞬间 那小童被她抓住 另一个小童急快顿地逃离 老到抓着小童 心中狂喜 只是很遗憾 另一个小童逃离 她紧紧抓住小童 急不如飞地置道观而去 而此时的柳七 却是傻愣愣看着 不知道怎么办 拜想 方醒过来 忙急急追过去 却说那老到抓着小童 倒了道观 迅速把她扔进一个大锅里 架火开煮 她知道 这个小童是人参经所变 吃了不仅百病不尽 且还长生不老 自己早就知道此山有棒吹 多年在此山转悠 可都没有找到一颗棒吹 却是被这个傻子遇到了 果真是傻人有傻福 老天爷都眷顾她 不过 这个傻子还是很好骗的 自己终于得到这棒锤精了 她欣喜若狂地想着 激动地身子站立着 正在兴奋至极的网造堂里添火 忽然看到那柳七仗红着脸 急急制导观而来 看她的样子 好像已经反应过来 要和自己争吃这棒锤精了 想到这里 老到很是慌张 眼看她到了跟前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急快掀开锅盖 看到那小童已经变成一个棒锤 拿起来 快速塞进嘴里吞食 待柳七之前 那棒锤已经被老到吞食 她坏笑着说道 痴呆人 你还是来晚了 贫到死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哈哈哈哈 柳七看着她张狂疯癫的样子 想着那小童可能已经遭到她的毒手 怒火中烧 刚要过去和她理论 正在狂笑的老到忽然笑声戛然而止 脸色苍白 劲儿铁青 眼珠突出 摇晃着身子倒下去 少请 蹊跷流血而亡 只是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 柳七惊呆了 看着她的死态 瘫坐在地上 过了好久 方起身离开 至家中拿了稿头 把那老到埋葬在道观后院里 捏捏离开了 一路上 想起那小童惨死 悲痛一绝 泪水成河 回家后 越想越悔恨 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小童 心里很是难过 母亲和妻子知道后 也很难过 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通过此事后 柳七忽然像变个人般 不在死之前单纯 也不再相信任何人的话了 人们都说这个痴呆人变得脑袋不再迟钝了 而是变得圆滑败事了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希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她本是世家子弟 本应该从小就过上很好的生活 但是也为家道中落 家之命途坎坷 她只能飘零四海 后来她做了豪门女婿 被岳父嫌弃 冷嘲热讽 各种瞧不起 然而 她最终却能投身从容 统帅一兵 征讨叛军 立下战功 被皇帝封为建南节度士 镇守川鼠 并加封为南康郡王 也为治理鼠地长达二十一年 且有功于百姓和社稷 有人甚至认为 她是诸葛亮转世 此人是谁 她是大唐传奇人物维高 维高出生于唐玄宗天保四年 即公元七百四十五年 她是东眷为氏之后 世家子弟 不过 她家已经中道衰落 因此并没啥钱 更没有权势 她读了多年的书 却发现世逢乱世 无法考功名 报答国家 无奈之下 维高就去见外游玩 聊一浅怀 西川节度使兵不凭张氏张岩上 看到维高后 觉得这少年不错 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她 然而 维高一直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终日在家中郁闷 张岩上越来越讨厌她 瞧不起她 甚至冷嘲热讽她 到最后 张岩上对维高的嫌弃之情 一眼就能看出来 维高并不介意 她知道 自己的机会还没有来 只能继续等待 维高虽然郁郁不得志 但仍然出入岳父府衙 其他大人物家中或者府衙 或者建言献策 或者与朋友出游 希望能遇到机会 展露自己的才华 张岩上很看不起维高 对她说 幕府 古代将帅办公场所 是大人物出入的地方 即便是那些幕僚 也都不是寻常人 我都要忌惮 唯恐出错 你要是没有事 就不要总是来了 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岳父大人这番话 意思很明显了 他是在说维高身份地位低 不配出入幕府中 被人如此瞧不起 一般人早就受不了了 但维高似乎没觉得 妻子也察觉到 父亲越来越看不起夫君了 他很心疼夫君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有一天 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对维高说 男儿应该置在四方 不能老是守着在家里 那样会被人瞧不起 你看现在 我父亲对你如此厌恶 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看你天天似乎并不难受 欢然度日 悠哉悠哉 真是奇怪 有时候我想 哪怕你到外面住 只有一间破草屋 也算是你的家 哪怕是吃着野菜野草 也算是跟你过日子 这样不用手气 不是很好吗 何必隐忍在此 守人讥笑呢 妻子说完 就出去了 他跟父亲说 夫君要带着自己离开家里 去外面生活 张言上一听 很高兴 终于能把这个窝囊女婿送走了 于是他拿出五十匹布 交给女儿 说是算作给他们的东西 补贴他们生活 五十匹布 看起来很多事吧 但是张言上给的布匹 都是一般的品质 并不是钱 作为目前 张言上的妻子 很心疼女儿 不过他不敢说 万一惹怒了张言上 只怕这五十匹布都没有 他也没有私房钱给女儿 因此只能暗暗叹气 张妇人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看看女儿女婿 说一些告别的话 彼时 有一位女巫师在张家 就在妇人身边做事 她跟着张妇人 准备到维高的房间 却看到维高似乎有事要出去 一直走到了西院 女巫师不认识维高 看到后 指着她问妇人 妇人 刚才那个去西院里 身穿绿衣的人是谁 还能是谁 就是我那女婿为郎君 哎 你说这孩子 怎么天天也不着急呢 老爷如此看不起她 她也不生气不努力 真不知道我那宝贝女儿 为何看中了她 哇 她是您的女婿 那么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 恭喜我 喜从何来 为郎君以后会富贵 而且富贵至极 地位要超过宰相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而且 她是个大好人 大忠臣 将来能流芳千古 成为后人楷模 依我看 她快要发迹了 要不了几年 她就会发达 而且她会镇守这里 所以 夫人和老爷 应该好好对待她 切不可轻慢 你怎么知道 她马上要富贵了 可不要哄我 她一直不做事 老爷都对她翻白眼了 这世间有鬼神 贵人行走时 身边都会有名府的小利 而且小利越多 此人越是富贵 一品官员身边也不过二十来个名府小利 而为郎君身边却有一百多个名府小利 仅次于皇帝 所以我说 为郎君以后富贵至极 当然了 你们普通人看不到名府小利 所以不知道 而且我还发现 她头上有神明 在暗中庇佑她 夫人听说后 很高兴 马上对张言赏说 不来张言赏大怒 说 你要是觉得我给女儿的东西太少 你就直接说 我多给她一些也行 为何要编这些话来骗我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夫人说服不了她 只能就此作罢 维高果然和妻子离开了 一个多月后 她到了齐山 齐山的长官认为维高有能力 加上她是西川节度使兵部 平章市张言赏的女婿 于是请她坐幕聊 不久 维高升官 也为龙舟刺史去世 她做了刺史 在以后 朱子造反 公元783年 被部下拥立为皇帝 唐德宗李阔无奈只能逃往奉天 在龙舟 原本有朱子的旧部 共计五百人 领头的将领是兵马使牛云光 牛云光想作乱没成 就带兵投奔朱子 在路上 牛云光遇见朱子派的使者 使者拿着朱子的伪照 任命维高为御使忠诚 于是 牛云光就带着人 和使者一起 回来照命维高 维高假意答应 又对牛云光说 我已经受命 咱们就算是同僚了 既然是同僚 是不是应该互相信任 既然信任 你还让部下拿着兵器 虎视眈眈 是不是不对 所以 你应该让部下放下兵器 表明你的诚意 牛云光一听 觉得有道理 于是答应了 次日 维高又大败宴席 邀请牛云光 以及他麾下的德力将领 既然是吃饭喝酒 维高自然又让他们放下兵器 结果 这些人刚吃饭 就被早已埋伏好的人 杀了个干干净净 此时 维高一改态度 登上高坛 召集朱将 告诉他们 应该杀了叛贼 保卫朝廷 并与朱将结盟 他慷慨及啊 将士们都被他感动了 士气大振 不久后 朱子又派使者来 封维高为奉祥节度时 但是 维高根本不接受 直接杀了来时 表明自己 绝不背叛朝廷的态度 唐德宗听说后 大为激动 当时维高那一支队伍 可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若他也反了 只怕大唐就要分崩离析了 因此 唐德宗派人 封维高为 隆州刺使凤义军节度时 等到叛军被平叠 唐德宗回到长安 又授予维高兵部上书 西川节度时 张言尚知道后 后悔得差点挖了自己眼珠子 后来 维高镇首属地 长达二十一年 在治理属地期间 他执行联合南兆 东满打击吐蕃的战略 保障了西南边陲的安定 又重启南方丝绸之路 推动了唐与南兆籍南亚 东南亚各国的交流 就唐书称维高宫列为西南郡 给予了他非常高的评价 最后维高官封南康郡王 死后还被追封为太师 世后中午一切都和那位女巫师说的一样 维高富贵至极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史册万古流芳 连他的妻妾都跟着出名 有百余名名府小吏跟随 还有神庇佑他 最终却能力挽狂澜 拯救大唐与水火 做高官还封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维高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大唐最强坠续了吧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大唐年间 有一位无心功名利禄的文人 叫马整 喜欢游山玩水 尤其是喜欢冒险 看到危险的高山 总是要试着爬一下 尽可能去爬到山顶 一日 马整到横山注农峰 发现那里有一座庙 觉得稀奇 就进去看 到了庙里 马整看到禅房里很干净 踏上还有果子零食 以及一些白银做成的器皿 上面有一位老和尚 眉毛都白了 看起来很鬼舞 只是 这老和尚看起来一点也不思想 甚至还有些野性 老和尚一看到马整 似乎很高兴 说 我要下山去买些东西 又担心自己年纪大了 买的东西太多 自己拎不动 所以 我想借你的仆人一用 等我买了东西回来就行 可以吗 马整不好拒绝 答应了 于是 老和尚带着马整的仆人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山下来了一个人 看到马整后 有些慌张 说 刚才我从山下来 看到一只老虎在吃人 哎 可怜呢 那年轻人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马整有些慌 连忙问那个人什么样 穿什么衣服 此人说了后 马整顿时一拍大腿 哎 那是我的仆人呢 兄台 请叫高姓大名 我仆人明明和老和尚去买东西 怎么会被老虎吃了呢 那老和尚呢 我是马长 山人一个 你说老和尚 对了 我看到那老虎吃了人后 脱了虎皮 穿上了禅衣 成了老和尚 莫非 你说的老和尚 就是那头老虎 两人正说着 那老和尚已经回来了 马爪悄悄对马整说 就是这个老和尚 马整让自己镇静下来 对老和尚说 方才马兄哥我说 我的仆人到了路上 好像被老虎吃了 这可怎么办 老和尚一定 大怒 说 贫到这里一片祥和 山中没有虎狼 草里没有毒蝎毒虫 路上没有毒蛇 林中也没有吃消 阴同吃消 就是猫头鹰 古代被视为恶鸟 你的仆人 怎么会被老虎吃了呢 不要相信这话 马整仔细看了看 老和尚的嘴角 还能看到血迹 他更加相信 马爪的话了 两人一对眼 觉得不能轻易离开 万一惹怒了老和尚 只怕当场就得被吃了 晚上 两人住在一个房间里 他们把门窗都牢牢盯住 点燃了蜡烛 不敢睡觉 半夜的时候 外面果然来了老虎 那老虎正是老和尚 他脱了僧衣 就成了老虎 看到屋里亮着 老虎就过来撞门 好在门被钉死了 加上屋里还有大棍顶着 因此门没有被撞开 屋里有个小神塑像 不知道是谁 两人就在小神塑像 跟前磕头祈祷 过了一会儿 塑像银尸一手 银人淡逆兰中水 三子须分更盼金 若叫特进重张弩 过去将军必损心 两人一听这首诗 解除了前半部分 银人就是虎 拦重就是井 三子就是三人 更盼金就是银 两句话合起来 意思大概是 老虎会淹死在井里 三个人会分银器 但是怎么会有三人呢 还有下面两句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不懂 天亮以后 老和尚来敲门 说 二位年轻人 起来吃粥了 两人顺着缝隙 看到老和尚不是老虎 这才开了门 吃完粥后 两人看到一口井 想到了那首诗 于是故意到井边去看 然后诈称井里有人 让老和尚去看 老和尚不知事迹 果然去看 两人趁他不注意 一把把地推到井里 果然 老和尚到了井里 就变成了老虎 井边有不少石头 两人就搬起来石头 往井里砸 忙了大半天 才终于把这头吃人的虎精 给砸死了 打死了虎精 两人把禅房里的银器拿起来 一起下山了 半路上遇到一个猎人 正在弯弓搭建 似乎要设什么 他身后有一棵大树 树上居然有个房子 看起来还很宽敞 显然 这个人是住在树上 猎人一看马爪和马整 马上提醒 绕开一些走 不要触发机关了 这里有老虎 据说还有老虎成精呢 两人一听 赶紧绕开 猎人又说 天色已晚 下山还要许久 这里老虎也多 你们还是到我屋里来躲一躲吧 等天亮以后 你们再下山不迟 两人一听 不敢下山 赶紧到树上了 傍晚时分 忽然出现了三五十人 或是和尚 或是道士 或是男子 或是妇女 或在唱歌 或在跳舞 来到前面时 一个个怒气冲冲 猎人大声呵斥 让他们退去 还说饶恕他们 领头的人说 你屋里那两人 早上杀了高僧 你不把他们交给我 还向张公设我们的将军吗 猎人不理会他们 那些人居然触发了机关 让剑都设空了 然后才离去 两人问猎人 这些是什么人 明明山上没看到他们 又请教其姓名 猎人说 我姓牛 叫牛进 这是猖鬼 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 会成为猖鬼 猖鬼会帮老虎做事 比如抓人来吃 成语喂虎做猖 就是这么来的 他们都是为老虎开路 抓人的 这会儿 他们估计要去找老虎来了 麻整大喜 说 哈哈 素像神后面两句 是我懂了 特进就是牛进 特在古文本是指牛 西游里有特殊事 就是牛精 将军就是猖鬼说的老虎 牛大哥 你还要准备机关 这样才能对付马上来的老虎 牛进一听 马上安排 他刚弄好机关 一位大将军来了 大将军靠近后 变为老虎 他触发机关后 被三只毒箭射中 很快就死了 那些猖鬼一看 都趴在老虎身上大哭 将军呢 将军 你死得好惨啊 马整和马爪大怒 说 你们生前被两只虎精所知 我们为你报了仇 你不来感谢我们 还要去为虎精痛哭 当真是无知 那群猖鬼幡然醒悟 说 感谢你们骂醒了我们 我们之前不知道 已经成了猖鬼 如今清醒了 这就去投胎 说完后 这些人失礼离开了 天亮以后 三人分了引起 作别离去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中原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里 住着一个姓正的园外 正园外五十多岁 高大魁梧 精神抖擞 他的妻子李氏三十多岁 风韵有存 夫妻二人恩爱有加 相敬如宾 正园外有一个儿子叫正将 14岁 长得也是肤白貌美 唇红纸白 夫妻两个对这个儿子 也很是疼爱 正园外家才万贯 可他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 活了大半辈子 只有一个正妻李氏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那戒 李氏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也劝过丈夫那妻 在为他生下一儿半女 可正园外始终没有松口 说今生今世只爱李氏一人 他是不会那切的 这样的恩爱夫妻 如果能够白头到牢 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可天有不测风云 这年秋天 稀稀利利的秋雨下了半个月才停 李氏本来身体不好 天气一凉就感染了风寒 正园外赶紧请来城里最好的郎中 为李氏诊治 可吃了一秋天的药也没有效果 李氏最终还是离开了自己深爱的丈夫和儿子 临终前 李氏拉住正园外的手说道 相公 今生能与你结为夫妻 我也知足了 我走了之后 你再娶个女人 为你作伴 再生下一儿伴女 我也心安了 他又拉住儿子正将的手说道 你已经长大了 以后要多为父亲分担 好好孝敬你父亲 李氏说完就厌弃了 父子俩就扑在李氏的床前痛哭流涕 李氏去世之后 正园外就郁郁寡欢 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正将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就劝说父亲听母亲的遗愿 那一房小妾陪伴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正园外摇头说道 我与你母亲情深似海 怎能违背我当初的誓言 当初正园外去李氏的时候 说一声一世只爱她一人 事实上 她也做到了 正将说道 母亲也希望你过得好 否则她在那边也不会安心的 正园外听了儿子的话 只是摇摇头 元宵节的时候 正园外的几个朋友就拉着她出去看灯会 也好散散心 既然看完灯已经是三更半夜 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就分别了 正园外提着灯笼往家走去 走到一处偏提的小巷子时 突然就听见一个女子莺莺的哭泣 正园外觉得奇怪 就提着灯笼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走到一个墙角处就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斜靠在墙上 衣衫不整 头发凌乱 她就问那女子是怎么回事 女子就哭着说出了原委 女子叫白美玲 是一个孤儿 今天她出来看灯 返回时被几个地痞轻薄 她心中难受就再次哭泣 正园外见她可怜 就把她带回了家 从那以后 白美玲就在郑家做事 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子 还特别地会来世 因此受到了正园外的认可 白美玲见正园外总是看王妻的画像 就开导她要想开些 不要一直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 其实前面还有柳暗花明 正园外在白美玲的开导和劝慰之下 逐渐从失去妻子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每日有白美玲陪在左右 她也就没有那么孤单了 正园外被白美玲的热情善良喜业 越来越离不开她 白美玲也明白她的心思 在一个燥热的午夜 白美玲就向正园外表露了心计 说要伺候她一辈子 正园外就情不自禁地 把白美玲揽入怀中 没过多久 正园外就那白美玲做了小妾 从此夫妻二人日夜相伴 良辰美景自不必说 自从娶了小妾 正园外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多 人也年轻了好几岁 没过多久 白美玲就怀孕了 按理说正园外老来得子 应该高兴才是 可她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少 十几年前江湖上有个大名鼎鼎的正三叔 正三叔有两个徒弟 大徒弟叫正前 二徒弟叫正坤 正三叔还有一个小女儿 叫正小妹 正小妹长得乖巧可爱 貌美如画 正前和正坤都喜欢的 可正小妹长大后 对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正前情有独钟 只是把正坤当哥哥看 正坤比正前年轻 长相又英俊 自己输给正前心中不服 就在正前成亲的前一天 正坤掠走了正小妹 而且偷走了师父的藏宝图 正三爷急火攻心就病倒了 临死的时候 恳求正前一定要找到正小妹 娶她为妻 并拿回那张藏宝图 从此金盆洗手 那些钱财不要独自享用 一定要多做善事 来换取下半生的平安 正前埋葬了师父后 就四处寻找正坤 最后带回了正小妹 那张藏宝图也抢了回来 她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 没有杀害正坤 留了她一条命 之后 正前就带着正小妹来到中原 她化身正圆外 正小妹化身理事 二人就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最近正圆外总感觉到心慌 难受 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白美玲见正圆外不高兴 就问她为何 正圆外说道 我如今五十多岁了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怕不能陪你到老 也不能陪孩子长大 白美玲听了就说道 老爷子是老当一状 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正圆外就说道 我最近总感觉心口脚痛 恐怕不久于人事 我走了之后 你可以找个可靠之人上门 好好把咱们的孩子养大 至于正将 你给他口饭吃 长大后给他娶一房媳妇即可 我也就安心了 正圆外说的情真一切 白美玲也被带了进去 就流泪说道 老爷放心吧 好女不嫁二父 我会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的 不辜负你对我的厚爱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正圆外果然因为心口痛离世 白美玲就扑在她的遗体上痛哭不止 正圆外的一个朋友 见着孤儿寡母的可怜 就帮助白美玲为正圆外操办了丧事 如今正圆外去世了 正将还想 正家的大权自然落到了白美玲手里 她当家做主之后 就对正将特别苛刻 苛刻扣她的零花钱不说 甚至连饭都不让她吃饱 厨房的婆子看不下去 就偷偷给正将拿吃的 被白美玲发现后 就把那婆子赶走了 她对下人们说道 谁要是不想干了 就跟她学着 下人们听了就不敢再与她作对 只能乖乖地听她的安排 正将才十四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饭量也大 可每天白美玲只给她一些残羹剩饭 根本吃不饱 于是她就去街上讨饭 走到一个包子铺的时候 她看见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就馋得流口水 这时就走过来一个老汉 老汉买了几个大包子给她 正将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过包子 老汉就问她愿不愿意去她家 正将就说愿意 老汉就把正将带走了 这个老汉姓刘是一个木匠 他把正将带回家之后 就叫她做一些简单的木工活 还有一些旁门左道的技巧 再说这白美玲 几天不见正将回来 就假意派人出去寻找 一连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 他就骂那些下人是饭头 连个小孩子都找不到 其实心里是美滋滋的 白美玲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的很多计划还没有启动 他就成了正家的主人 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白美玲才二十多岁 长得也是娇艳动人 自然不甘寂寞 夜里就悄悄与男子私会 家里的下人们发现了他的奸情 装作没看见 只是在心里未死去的正缘外抱不平 开始二人还掩人耳目 后来白美玲就光明正大的让那个男子登堂入室 二人轻轻握握 犹如一对恩爱夫妻 一日 刘牧将带着正将在一个酒馆里吃酒 就听见几人议论 说正老爷一声鸡的行善 最后落得个如此下场 他尸骨未寒 儿子就被小妾赶走 如今他的小妾白美玲又有了新欢 而且准备要成亲了 大家都怀疑正缘外的死与白美玲有关 要不一个如此健壮的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正将听着众人的议论 不由地攥紧了拳头 眼睛里都是狠立之色 刘牧将见到正将的样子 酒低声说道 你想要为父亲报仇也不难 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 刘牧将他耳边低于一番 正将听了连连点头 次日晚上 正将就把自己的衣服撕烂 然后在脸上抹了锅底灰 左手拿着一只破碗 右手拿着一根打狗棍 就来到正家讨饭 白美玲看见脏兮兮的小乞丐就说道 真是灰气 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下人就上来要赶正将走 正将集中生智 大喊道 夫人 不好啦 三日之内有血光之灾呀 白美玲一听大怒 说道 哪里来的叫花子 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他又看看仆人说道 把他好好叫去一顿 看他还敢不敢胡说 正将胸有成竹地说道 富人若是不信 你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到时候如果不准 你再打我也不迟啊 白美玲看他一点也不惧怕 还言之凿凿 心中就犯起了嘀咕 最近 他总是感觉到心神不宁 难道真的有血光之灾不成 于是就把正将带进了柴房里 说道 你说说我有什么血光之灾 正将假装思考了一会儿 摇着头说道 天机不可泄露也 白美玲真想扇他几个耳光 可还是忍住了 说道 你告诉我 有种啥 正将说道 夫人家财万贯 能防住外人 可家贼难防啊 白美玲听了大惊 说道 不要胡说 不可能的 谁是家贼 正将就装作要走的架势 说道 既然夫人不信 就当我没说 白美玲见状 赶紧叫住了他 问他家贼是谁 有没有破解之法 正将皱起眉头说道 还是不说为好 要不夫人又要说我胡说了 白美玲对他牵着鼻子走 当然要弄个明白 就让他但说无妨 事后有重谢 正将就在他耳边 低语了几句 白美玲大惊 正将就拿出了一个 小纸片递给白美玲 说道 只要把纸片贴在他身上 说完就走了 半夜时分 正将就翻墙 跳进院子里 他捏手捏脚的 来到白美玲的窗子下面 就趴在那里 厅里面的动静 男子说道 为了长远考虑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 生活为好 先把财产转移走 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 白美玲说道 在这里不是挺好吗 干嘛非要走 男子说道 正前是非正常死亡 要是被人发现 咱俩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白美玲相信了正将的话 就觉得面前之人 与他不是一条心 就说道 你是不是想去找他 想要摆脱我 男子赶紧哄他 说了好多好话 然后二人才宽衣解怠 白美玲就悄悄地 把那张纸片贴在了男子的背上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就开了 正将面带微笑 嘴里念念有词 准备上前抓住男子 男子想要起身 却感觉浑身无力 他突然从枕头底下 拿出一只墨斗 一只手拉出长长的墨线 朝正将弹去 正将按照师父的吩咐 忽悠白美玲 让他把指人贴在了男子身上 他一念咒语 男子的阳气就会被指人吸走 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控制住二人 但他没有想到这男子还带着墨斗 说时迟那时快 眼看墨线就要弹过来了 正将集中生智 一泡尿撒了过去 墨线瞬间崩断 男子受到反噬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这时 刘牧将就走了进来 大声喝道 郑坤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你依然贼心不死 男子吃惊地看向刘牧将 说道 是你 你果真没死 刘牧将就揭开了脸上的面具 说道 我死了不就成全你了 所以老天爷不收我 白美玲看到正元外居然没死 也是吓得脸色苍白 起身就想溜走 却被赶来的下人抓住了 这个男子就是正元外的师弟正坤 当年他掠走师妹 抢走藏宝图 正元外把师妹和藏宝图抢回来之后 就留了他一命 没想到他不但不敢闻 还恩将仇报 他让妻子白美玲打入正家 假意嫁给正元外作戒 然后对正元外下慢性毒药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他 以后正家的财产都是他们的了 没想到正元外却发现了他们的诡计 假装胸口痛而死 其实被装进棺材里的是一个木头人化成的 这一切二人并没有发现 正元外化身刘木将 就叫正江去挑唆白美玲 利用他给正坤下咒 最终轻松把二人擒住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 正江的一泡尿就轻松化解了 此时的正坤全身无力 躺在床上起不来 他知道这次正元外是不会放过他了 就冷笑一声说道 正小妹是我的女人 永远都是 你杀了我吧 我这就去陪小妹 提到正小妹 正元外的心如刀割 当年正坤抢走了正小妹 并逼迫他做了他的妻子 正前把正小妹带回来后 才发现他已经怀孕 正小妹爱的人是正前 而不是正坤 他得知自己怀孕后就非常的痛苦 可孩子是无辜的 正前爱无己物 就劝正小妹生下孩子 并承诺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正江 正小妹生正江的时候难产 之后就再也不会怀孕了 他感觉对不住正前 就多次劝他那妻 而正前却一心一意地对待这对母子 并没有那妻 直到正小妹去世 遇到白美龄后他才那妻 白美龄说自己怀孕了 正前很高兴 后来他发现白美龄根本没有怀孕 他还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样 正前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就暗中调查白美龄 这一调查才知道白美龄和正坤的阴谋 于是就用假死脱身 上次正前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饶了正坤 这次按理说不能心软了 可他想到正坤是正江的亲生父亲 就不忍心杀他 于是就用祖师爷留下的绝技 把他和白美龄变成了一对过街老鼠 他们只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郑元外和正江都回到了郑家 父子二人积德行善 做了很多好事 一生过得平安顺遂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起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因为木匠经常要跟房子打交的 所以作为一名木匠 会点风水也是必要的技能 作为木匠的祖师的鲁班 还有个身份就是风水大师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在一个叫李沟的村子里 有一户村民正在建房子 这天正好是上大梁的日子 工人们早早的就来到了主家的家里 准备上大梁 然而工人上大梁的时候 却是怪事贫乏 大梁上去以后 不是歪了就是邪了 要不就是方位不正 总而言之就是 一群工人忙了大半天 这个梁也没有上去 这时候盖房子的主人老李急了 他不断地催促工人 而且还口出脏眼 工人们听到老李的话 他们也是急了 就和老李吵了一架 丢下家伙时就离开 不干了 工人走后 老李嘴里还是骂骂咧咧的 我离了你们还盖不了房子了 一群废物 连个大梁都上不好 就这样 老李赶快让自己的儿子 去请邻村的张木匠过来 张木匠可是他们这一代有名的木匠师傅 只是老李建房的时候 为了省点钱 没敢请收费高的张木匠过来 而是请了别的木匠 很快 张木匠就被请了过来 张木匠到了以后 看了看大梁和房子以后说 没事就这点小事 你交给我就行了 说完张木匠就站在旁边指挥工人开始上大梁 还别说 张木匠真有一手 在他的指挥下大梁很快就上好了 每个地方都是分毫不差 非常完美 这个时候正在悠闲地抽着烟的张木匠刚准备离开 突然 他被嘴里的香烟呛了一下 一连颗好几口 只见他皱起了眉头 突然对牢里说 你快找人上去看看 大梁的两头往中间梁三尺的位置 是不是有刀砍过的印子 牢里看到张木匠紧张的表情 也不敢怠慢 赶快就让儿子上房梁上查看 这一看不要紧 梁上果真如张木匠所说 在靠墙三尺的位置 真的有两道刀痕 这时候 张木匠把牢里叫到旁边说 我说牢里啊 你是不是得罪了人 这是有木匠给你下树了 这一听牢里也紧张了 马上就问张木匠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也不懂啊 你给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木匠告诉他 这肯定是有人给他动了手脚 也为大梁上出现的刀痕 代表有人给他夹试了树 这是一种木匠经常会用到的树 也是一种比较残忍的邪术 如果在房梁上刻下的是一道刀痕 主家就会失去儿子 如果是两道刀痕的话 主家就会失去他的两个女儿 张木匠给老李说了利害关系以后 就询问老李 你必须做个选择是要房子还是要人 只能选一个 要是两个都选我怕是破不了这个局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只是代价太大 张木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 才能两个都保全 这老李听完张木匠的话以后 心里就琢磨 这会不会是张木匠想敲诈他点钱呢 他还就不信了 就那两道刀痕就能害了他的两个女儿 要说自己得罪木匠没有 他仔细想了想 倒还真有可能得罪了几个木匠 当时他请了几个木匠帮他家建房子 木匠做完以后 他为了少付点钱 就找了个理由客扣了他们的工钱 但是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客扣多少钱 再说 那几个木匠真有那本事 能隔空把他女儿给害了 想到这里 老李就对张木匠说 我并没有得罪什么木匠 至于你问我是要女儿还是要房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要房 毕竟这房子是我儿子结婚用的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 张木匠听了老李的话以后 再次劝说老李 房子没了可以重建人 如果没了 可就是真的没了 到时候可不要后悔呀 老李还是觉得 这张木匠就是想要敲诈他点钱 他告诉张木匠 我就要房子 其他的你不用管 既然老李那么的坚持 张木匠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按老李说的去做 张木匠叹了口气说 想要保房子就保房子吧 随后张木匠就吩咐老李的儿子 去给他找两把斧头 必须是救斧头 用过的没用过的可不行 很快 两把斧头就拿到了张木匠的跟前 张木匠带着两把斧头就走上房梁 对着房梁靠墙三尺的地方就是两斧头 然后又换到另一边 还是同样的操作 做完这些以后 他就来到房梁的正中央 站在大梁的下方开始念起了他独门的咒语 念完咒语以后张木匠就准备离开 至于工钱他也没要 离开前他再次对老李说 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你会害死自己的两个女儿 以后这种事不要再找我了 我不会再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了 说完之后张木匠抬腿就走 说来也怪 张木匠走了之后 老李一家人在新建的房子里吃饭 突然一声巨响 白天上好的大梁突然落了下来 正好砸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 两个女儿顿时就倒在血泊当中 奇怪的是 大梁断的位置正好是挨着墙三尺的地方 然而房子的大梁虽然断了 但是这个房子却安然无恙 没有一点他见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希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这一天 李皇到东市 看到一辆牛车 旁边还有几个婢女 正在买东西 然后又把东西放到车里 李皇看到 车里是一位年轻女子 穿着校服白衣 十分美貌 堪称角色 所谓要想笑 以身孝 白衣能衬托女子的美 李皇动了心 于是 他就问婢女 车里的人是谁 婢女说 娘子是原氏 现在双聚 之前她嫁给李家 现在丈夫死了 丧妻刚过 娘子正要脱去丧府 今天来这里买些不做衣服 娘子还打算再嫁人吗 李皇问道 那婢女摇了摇头 说不知道 李皇马上拿出钱 买了许多好看的仇布 交给婢女 婢女接过来 放到车里 又对袁氏说 就算借她钱买的吧 随即 婢女又对李皇说 不如跟我们到家里 我们家就在庄严寺左侧宅中 我们会把钱还给你 李皇大喜 于是骑上马 跟着牛车往前走 天黑的时候 一行人才到袁氏家中 牛车进了中门 白衣女子下了车 那些婢女拥着她进去了 李皇像马 也进去了 很快 来了一人 拿着矮榻 唐代以前还没有板凳椅子 这些作剧 或者说有 但是很少 还没普及 军中有马闸 出来 让李皇坐着 李皇坐下后 那人说 公子 你今晚等着拿钱吗 你在这里有主人吗 如果有 不妨先去你主人那里住下 明臣再来拿钱 李皇说 我在这里没有主人 但你们现在也没还钱的意思 怎么还要赶我走呢 不是要赶走你 只是担心招待不周 希望你别见怪 既然如此 那就进来吧 李皇整理一扇 进到院子里 只见一位黑衣服的女子 站在院子里 她看到李皇 说道 我是她的姨娘 你稍等 她马上出来 很快 袁氏出来了 她换了衣服 是白色的衣裙 看起来素群灿燃 凝脂脚弱 瓷气咸牙 简直就是月宫仙子 她对着李皇失礼 表达了谢意 然后又进去了 姨娘对李皇说 你今天买的那些绸布 比我们家里好太多了 只是 我们家穷啊 她男人还死了 该怎么还钱呢 哎 太惭愧了 李皇赶紧说 其实我并不是来要钱的 那些钱也不多 不必挂在心上 姨娘说 我能看出来公子的心思 只是 我这外甥女太普通了 不足以侍奉公子 而且她家还欠三十千钱 公子如果不嫌弃 我就让她跟着你 以后就侍奉你吧 李皇一听 大喜 马上下拜感谢 李皇为了表示心意 到外面取了三十千钱来 送到袁氏家中 姨娘大喜 马上叫人做饭 买了好酒 招待李皇 袁氏也打扮得很美 出来坐在对面 还殷勤地给她倒酒 李皇很高兴 一连住了三天 这三天里 李皇的目的也达到了 袁氏已经委身于她了 因此 她相当满意 但她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袁氏家中 怎么只有她姨娘呢 她夫家难道一个人都没了吗 是不是有些诡异呢 到了第四天 姨娘说 李郎君 你暂且回去 不然你家人朋友要着急了 反正你也知道了 我们家就在这里 以后想来再来 不是很容易吗 李皇觉得有道理 谢了姨娘 又和袁氏拉手道别 这才依依不舍离去 出了门 仆人接过马江绳 李皇骑马回家 仆人忽然觉得 李皇一身都是星骚位 但他没有直接说 而是旁敲侧击 问了一下主人做了什么 李皇什么也没说 含糊带过 没多会儿 李皇觉得身重头晕 上了床就睡觉了 妻子正式过来 说道 夫君 你调官的事情 昨日已经办好了 只是 你不在家 是我二哥帮你处理的 他很生气 正说着 郑二哥来了 气冲冲问李皇去哪里了 还说选官的事 差点没弄好 数落李皇一顿后 郑二哥看他不太舒服 跟妹妹道别了 李皇听到了 很是惭愧 选官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他确实不该几天不回家 又过了半个时辰 李皇觉得自己更难受了 拉着妻子的手 哭着说 我好像要没命了 他说着话 觉得自己身体有变化 好像没有了知觉一样 他有些害怕 解开被子一看 发现自己身体里都是谁 从脖子到脚趾头都是 只有头还是头 李皇吓得大叫一声 妻子过来一看 也惊呆了 他赶紧叫来仆人 问他这几天去了哪里 仆人都一一说了出来 仆人还说 主人刚出来时 身上有星骚味 正是觉得事情很诡异 马上叫仆人 把家里的仆人都集合起来 也就三五个人 然后正是和他们一起 按照仆人所言 去找原事 结果到了那里后 那里倒是有一座大房子 但是那个房子显然已经荒废多年了 杂草丛生 破败的矮墙 屋顶好几处都破了 大门上的锁已经袖石断了 总之一眼看过去 都是荒芜与破败 看到这里 正是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是大白天 加上身边有五个仆人 加上丈夫生死不明 正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进去 到了房子里面 几个人四处看了看 什么也没有 看到一个破败的肺原 里面有一棵很大的造假树 不知道几百年了 大约有几张高 很粗 一个人合报未必报得过来 在树上 有不少钱 正是数了数 正好十五千钱 而在造假树根处 也有不少钱 原先那个仆人数了一下 也是十五千钱 他忽然大悟 之前主人曾取了三十千钱来 还说有急用 怎么钱都在这里 莫非 莫非这棵造假树成精了吗 正是一听 对是害怕了 马上招呼大家赶紧离开 几个仆人倒是粗中有戏 连忙把那些钱都拿了 然后才保护着正是离开 出了大门 正是看到不远处有人家 于是就和仆人过去 希望打听一下这里的情况 走了三四里路 正是到了 他指着那儿的废宅 有礼貌地请问一位老者 那里到底是谁家 里面是不是有妖怪 老翁说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 那房子就废弃了 后来听说里面有几条大蛇 其他没什么 正是大惊 他赶紧让仆人出来 仆人就把李皇遇到原事 又在那里过了三天的事情说了 老翁叹气说 不用多想了 一定是那大蛇成精 魅惑了你家主人 至于他为什么姓袁 可能就是因为住在废园里吧 正是回家一看 李皇已经不见了 床上只有一滩水 那条蛇靠这个办法 吸取男子洋气 顺便满足自己 他已经成功多次了 每次得手后 都会换一个地方 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人是谁了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山西有个姓张的园外 单名一个人子 家世非常富贵 祖上几代都是乡中的大户 再加上张人善于经营 十二岁起就开始学着做买卖 不到十年的时间 又将家资翻了几番 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 张人还有一样好处 心地醇厚善良 把日常行善作为自己的本分 经常出资为乡里修路 造桥 每周有一天的时间开设周棚 接近落难的人也识 当地人都以善人当作他的称呼 有一天 一个欠张人十冠钱的渔夫提着一只 波及大的玄龟来找他 张人觉得非常新奇 问道 这么大的玄龟可不多见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渔夫挠了挠头 笑着说道 我今天去龙王庙上乡 出来时看到这只大乌龟 趴在庙前的水潭边饮水 想着老爷或许未曾吃过这等鲜物 特意不来送给您 张人会议 点了点头说道 难得你有这样的心思 你欠下的钱就以此归底扣了 再去账房那里去武贯 算作我的谢礼 渔夫高兴极了 连连败谢 张人挥了挥手让他离开了 过几天就是母亲的手段 正好用此玄龟来煮一锅长寿汤 到时候宴请宾客 一定可以讨得母亲的欢心 于是就命令徒童将玄龟养在厨房里 等到了半夜的时候 仆人丫鬟们都已经安息了 张人整理完账目 正准备休息的时候 忽然听到有喧哗吵闹的声音传来 心中有些奇怪 点起蜡烛顺着声音找到厨房 侧耳倾听了一会儿 发现声音是从水缸里传出来的 打开盖子 正是那玄龟在扑冷水花 张人心中有些不忍 这大龟长到如今 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春秋 就此允命于我之口腹 实在是不应该 一念几次 张人轻声说了一句 龟兄大可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等明日一早就差人送你回家 只是以后可要万分小心 如果遇到了其他人 恐怕就难以保命了 那乌龟似乎是听懂了张人的话 瞬间安静了下来 张人心中有些欢喜 这龟果然是有些灵性的 到了第二天 张人喊来普通 将这乌龟带回了龙庙前的水潭边放生了 到了晚上 张人梦到了一个人身龟背的老者 长着八字胡 拱手向张人道谢 我乃龙王潭的龟丞相 昨日向龙王汇报工作的时候 不慎被渔夫抓了去 幸亏你心地纯善 将我放归了水潭 特来向你向你示警 张人询问缘故 老龟接着说道 我回去掐算因果 算到你最近有一死结 其缘由大概是因为你的妻子 张人惊异不定 问道 请丞相把话说明 难道我的妻子会想要谋害我的性命呢 老龟摇了摇头 天机难测 我也算不清楚 只是模模糊糊地有种改应罢了 不过你放心 你妻子对你并无二心 只不过这场杀截跟她有关罢了 张人还要询问详情 老龟却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 不再说话了 张人从梦中惊醒以后 看着身旁的妻子柳氏 陷入了纯思 柳氏滋容轻力出尘 在美人之中也属于顶尖的行列 为人温婉大方 自从嫁给张人以后 一直尽心尽力 操持家务 侍奉公婆十分孝顺 家中的琐事从不要张人分半点心 两人的关系极为融强 他自然也不会相信妻子会谋害的 那死劫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张人有一个朋友黄奇 为人十分狡诈 只有对张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但凡有他的地方 事事都不用张人操心 张人因此也对他非常亲近 经过老规托梦之后 张人请来黄奇设酒款待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张人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进来有一桩生意 准备带些货物前往西京售卖 考虑到路途遥远 想邀请你陪我一起 你放心 事成之后 我必分你两成的利润 黄奇眼前一亮 拍了拍胸脯说道 即使张兄有所趋势 即便是刀山火海 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说什么分不分利润的 疏远了你我兄弟的感情 张人大喜过望 连碰了三杯 说道 此去路途遥远 你可以先到七凤都去等我 我安排一下家事 三天后带着货物跟你会合 两人约定完以后 黄奇就离开了 柳是因为刚刚产下一个儿子 不愿意让他出远门 然而他不知道张人此行就是为了躲开他逼迫 当然不会听从柳氏的劝解 只嘱咐他好好照顾家里 自己两三个月之内就会回来 三天之后 张人来到了七丰堵 黄奇早就找好了堵船 请人将货物装上了船 然后趁夜出发 等货物卖完 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 两人返回的时候走到了一处幽静荒僻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人开网 黄奇自觉时机到了 于是摆上早就准备好的酒菜 邀请张人到甲板上饮酒 张人觉得自己的灾结已经过去了 心中十分畅快 在黄奇的劝解下多喝了几杯酒 黄奇邀请他到船边赏月 张人醉熏熏地走过去 黄奇一把将他推了下去 当时水流湍急 张人一下子就被水流冲刷得看不见踪影了 船夫听到有人落水 慌忙跑来查看情况 黄奇掏出十两银子 说道张兄喝醉了 非要来赏月 不小心跌落水中 水流太急 我们就知不及 开船吧 船夫毕竟是见多是光 立刻就明白了黄奇的用意 收下了银子 默默把船开走了 走了没多久 遇到了一具浮尸 黄奇让船夫把尸体打捞上来 一把大火烧成了灰 存放在一个精致的陶瓷罐子里 回家以后 黄奇换上了一身丧服 静止跑到张家宝丧 一见到张人的父母 就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张夫倒是很镇定地询问原因 黄奇心里虽然疑惑 但也只能接着眼下去 张兄做完了买卖 心里很高兴 非要趁夜饮酒赏月 不提防跌入水中 水流过于深而解极 我跟船夫根本没法搭救 可怜张兄竟被淹死了 都怪我没能保护好的 张夫又问 这也是他的结束 与你无关 不过你们好歹相交一场 应该带着他的尸首回来安葬才是 黄奇跪在地上 表现出超出一般的痛苦 说道 我的确打捞起来了张兄的尸体 然而天气炎热 尸体又被水泡上了 我害怕张兄的尸身腐坏 因此只能用大火焚烧 带着他的骨灰回来了 黄奇说完就捧出了陶瓷罐 张夫接过这个骨灰罐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 与张母抱着罐子哭作一团 黄奇将账母和银两悉数交给柳氏 一家人反而非常感念他的恩德 如此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黄奇有事没事就来张家献殷勤 张夫和张母已经老了 没有经历打理家里的事情 柳氏一个弱女子 还要带着儿子 更是有些狼狈不堪 家里家外全靠黄奇之应着 张人的父母寻思着招一个上门的女婿 帮着打理家事 因而找到黄奇商议 黄奇心中窃喜 但仍没有表现出来 说道 招婿是个大事 一定要找个知根知底的才行 否则后患无穷啊 张夫深以为然 于是就请黄奇帮忙把关 黄奇连张夫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 只好毛遂自荐 我与张兄是生死之交 本来不应该主动做这个赘婿 但是是有轻重 如果将张兄的遗孀幼子交付他人 我心中实在是放不下 因而恳请自赘 张夫心中也把他当作最好的人选 只是心中也有些顾虑 黄奇信誓旦旦的保证道 叔父放心 我愿立下文书 张家的产业我只是代为打理 等侄长大以后 我将把所有的财产尽数归还 张夫这才放下心来 邀请亲族做个见证 立下了文书 柳氏心中极为抗拒 但是耐不住张家父母的逼迫 只能被迫答应了这门亲事 到了成亲这天 黄奇头戴绝变 穿玄端礼服 姿意勋长 白卷单衣 薰色的 赤色系 骑着高头大马 兴冲冲地来到了张家 可与他想象中不同的是 张家并没有张灯结财 反而是冷冷清清 黄奇心中有些生气 叫开了门以后 不悦地说道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怎么门前连块红布也没有 我虽然是自愿入坠 可叔父也太倾见我了 张府一脸的严肃 问道 你说我儿子失足掉进水里淹死了 这话是真是假 有没有骗我 黄奇闻言大惊失色 心倒是张富老年丧子 此刻见到儿媳朝去 一时接受不了魔争了 赶紧解释道 张兄的骨灰我都带回来了 何来蒙骗之说 张兄的确是死了 张府强忍着怒意 说道 你说我儿子死了 那你转过头好好看看 这又是谁 黄奇扭头一看 张仁正怒目远征地站在自己后面 只是自己入戏太深 一时没有发觉 灯时吓了一跳 惊惧地叫喊道 这不可能 我亲眼看着你死了 你到底是人是鬼 黄奇上前一步 咬着牙说道 好兄弟 我没有将你这个狼心狗肺之徒送走 又怎么能轻易走呢 原来 老规所说的有关柳氏的死结 其实是黄奇寄予柳氏的美色 早就动了心思要把柳氏弄到自己手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千方百计地靠近张仁 讨好张仁 成为他最推心致富的兄弟 张仁为了避祸 邀请黄奇去西境 反而是给了黄奇动手的机会 成全了老规所感应到的天机 等到张仁离开以后 老规的感应反而越来越强烈 在黄奇忍不住动手以后 老规来到张仁溺水的地方 将他的尸体拖起来 带回了龙宫 张仁死了一次 也算是应了劫难 老规求来定盐珠给张仁含在口中 保持他肉身不服 然后跑到地府去求情 阎罗王听说了张仁的功德后 亲自查了生死部 发现果然是生前做了很多善事 所以大笔一挥 批准他怀养 又增加了一百年的寿命 只不过这一来一回 耽误了杨坚几个月的时间 幸亏在成亲之前赶了回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张仁将黄奇五花大绑 送到了官府 人证物证据在 黄奇无法抵赖 只能俯首认罪 县令耶尔判处他斩首之行 家中所有财物都被收为公有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夫妻婚后多年没有孕育子嗣 丈夫为了绵延后代 那里一房小妾 没想到小妾怀孕后 倒是忽然找上丈夫说道 你家中必有邪罪 丈夫不以为然 但此后家中竟开始频繁发生怪事 而且一件笔一件离弃 教书将中年那切 散到人街头市井 康熙年间 贵阳古城里 有个开设私塑的先生 名叫张宗 他原先是个秀才 多次考试不敌后 所兴谢了考取功名的心思 后来经没人介绍 取了米铺掌柜的女儿柳氏为妓 靠着老丈人的阶级 开了一家私塑 生活倒也红火 也为起家是靠着老丈人 所以张宗的家庭地位不是很高 家里的一婴十一 都是由柳氏说了算 柳氏善度 为人也泼辣 寻常张宗多看其他女子两眼 就少不得一顿家法 张宗也从不敢有那切的想法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柳氏的肚子始终不见动静 正所谓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张宗就是在害怕 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找柳氏商议 结果自然是被柳氏一顿臭骂 等老娘生不了的时候 你在那切不迟 就这样又挨了几年 柳氏都四十了 张宗又坐不住了 柳氏这次倒也不好阻拦 虽然满腹怨气 倒也同意了那切的事 于是张宗就花了三百两银子 买了一个名叫小娥的少女做小妾 这小娥腹白貌美 身段玲珑 自入门以后 就读得张宗温宠 张宗以绵延子嗣为由 夜夜升歌 柳氏在小娥房中 把柳氏冷落在了一旁 柳氏心中大恨 可张宗那切之后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小娥竟真的怀孕了 这下子张宗更是高兴坏了 整天围在小娥身边 对她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有求必应 这天张宗叫完术 急匆匆赶回家 可路过城皇庙的时候 一个倒是拦住了她的去路 说道 施主眉宇之间有黑气丛生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张宗闻言笑了 道长说笑了 在下是读书人 净鬼神而远之 怎么会沾染上脏东西 张宗说罢就要走 可那道士却拦住他 非说他有血光之灾 张宗心中吃笑 认为这道士不过是想要钱罢了 随手掏出几文钱给他 哪知这道士却坚持不肯接受 还说道 我乃是龙虎山弟子 下山专为驱邪魏道 怎么会向人收取酬金 你不信也罢 我有一张符纸于你 你一定要戴在身上 一个月之内如果遇到麻烦 可以去城西的官帝庙中找我 晚了就来不及了 切记 切记 道士说完 递给张宗一张黄符纸 上面没有写东西 张宗觉得莫名其妙 随手就想扔掉 可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他收进了怀中 如夫人举止怪异 龙虎道驱邪秦兄 张宗回家后 急匆匆进了小鹅的门 一番关怀之后 想起来今天遇到的怪事 就想讲与小鹅听 哪知刚说了两句 小鹅忽然惊叫一声 倒地不起 这可把张宗吓坏了 赶紧去请大夫来瞧 那老中医来了一个又一个 就是瞧不出有什么毛病 只是开了几副 安身的汤药就离开了 之后的几天 小鹅的病非但没有好 反而愈加贫乏了 只要张宗一靠近 小鹅就浑身颤抖 再靠近一些 就会惊觉 这个发现让张宗心里 起了一层阴影 奇怪的还不止这些 连续十多天 柳氏都会梦到一只 大着肚子的黄鼠狼 呲牙咧嘴地围绕着自己转 每到后半夜 鸡窝里还会响起惨叫 等到人去查看的时候 只剩下一地鸡毛 和一滩滩尚未干涸的血迹 这种种怪象 让张宗心里发毛 道士的话始终营绕在脑海之中 挥之不去 他急忙奔向城西的官邸庙 推开门一看 道士正在里面打坐 张宗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说道 先前弟子不听道长之言 现在已经有种种怪事发生了 还望道长不计前险 救我一救 那道士张开双眼 仔细端向了一下张宗 脸色微变 说道 你头顶上的黑气 已经凝聚成云 再不作为 恐怕性命难保啊 我先前给你的符纸可还在 在 在 张宗说着 忙不迭地把怀中的符纸 掏出来递给了道士 口中说道这符纸我一天也没离过身 道士接过符纸 随手拿起葫芦 喝了一口水 猛地吐在符纸上 请客间 空无一物的符纸上 就显现出一只黄鼠狼 道士表情凝重道 这符纸专门用来驱邪用的 只要邪碎靠近 就会焦躁不安 而且符纸上也会映上他的影像 如此看来 你家里必是有黄皮子作怪了 张宗又惊又怕 联系近日发生的种种怪事 立刻就对道长的话深信不疑 并告知他自己的小妾就是这个邪物 邀请道士一同回家驱邪 道士爽快地答应了 并约定三更十分去要 事业三更 道士如约而至 张宗悄悄把他引到了极圈 不多时 之间小娥小心翼翼地钻进了极圈 随着一阵凄厉的叫声过后 小娥走了出来 借着月光 张宗看得分明 小娥的嘴角残留着血迹 笑容诡异而残冷 张宗头皮一阵发紧 小娥回房后 道士眉头紧锁道 看来我低估他了 照此看来 这孽处必有千年的道行 我未必是他的对手 待会儿我进屋捉腰 无论你听见什么都不要进去 道士说完就去了 张宗心里害怕 忙请来了几个邻居主阵 那道士拔出桃木剑 一脚踹开房门 立声喝道 孽处 你的时辰到了 说完还不忘把房门关住 只听房间里一阵桌椅倾倒的声音 道士的呼喝声 小娥的惊叫声 还有野兽的嘶吼声 交织成一片 过了好一会儿 只听小娥求饶道 小女子知错了 还请道长看在我修行不义的份上 饶我一条性命吧 道士喝道 你既知道修行不义 就应该仔细修持 而不该出来害人 如今我若饶了你 天理也难容 看我掌心雷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起 一切又重归于平静 开门声响起 只见那道士手中盗提着一只硕大的黄鼠狼 走了出来 黄鼠狼口中还在滴着血 显然是刚死不久 见到张宗等人 倒是长驱了一口气说道 性不辱命 我也该回龙虎山了 张宗赶紧送上银子 倒是坚持不受 偏然而去了 治县令巧破其案 真相出为之择舍 这件事过于离弃 参与的人又多 难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就这样远传月光 就到了当地县令的耳朵里 这县令智慧通达 善于断屋头的公案 更是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听闻这件事以后 沉吟了败伤 叫来了捕头问道 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 那捕头回答道 大人 我看此事必有蹊跷 县令笑道 不错 我是不相信黄皮子修炼成精的 此事肯定是人为的 你带几个人沿途打听 一定要把这个道士抓回来 捕头领了命就出去了 五天后回来复命 在县令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番 县令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即派人抓来了柳氏和张宗 开堂审案 柳氏和张宗跪在公堂之上 正惶恐不知犯了什么事 县令猛的一拍惊堂木 喝道 大胆的泼妇 你勾结道士 杀害妾是小鹅 你可知罪 柳氏浑身一颤 斗若筛炕 砰砰砰直磕头道 大人饶命啊 我没有想害小鹅 是那道士窜夺着我干的 张宗听得云里雾里 随着柳氏的讲述 一切才浮出水面 原来张宗娶妾之后 冷落了柳氏 柳氏心中早有不满 只是无法发作 那天偶遇一个道士 把他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还给柳氏出了个主意 那即使柳氏杀的 倒是做法的时候 也是柳氏在外接应 把小鹅放了出来 说到这里 柳氏急忙辩解 我没想到他会杀小鹅 这个我无关那大人 县令没有答话 继续说道 待人犯 话音刚落 一男一女就被带了上来 那女的赫然就是小鹅 而男的正是做法的道士 县令淡淡地说道 是你自己说 还是要本官逼你说 男子苦笑一声 不劳大人费心 小人招就是了 这男子名叫赵宇冲 于小鹅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险材 早就暗生了情愫 只可惜小鹅父母突然患病 相继离世 由他的伯父抚养长大 伯父是个魂家子 收养小鹅也不过是为了换钱 等两人到了结亲的年纪时 伯父狮子大开口 要财力三百两文银 这几乎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十余年了 赵宇冲自然负担不起 只好远走他乡 务工赚钱 只是没想到 这一走就是三年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伯父已经把小鹅嫁给了张宗 赵宇冲不肯放弃 整天在张宗家转悠 寻找机会和小鹅碰面 要他假装怀孕 刺激柳氏 而自己假扮成道士 趁机替他出主意 让他作为自己的帮凶 成功把小鹅带了出来 若不是县令睿智 此刻他们俩已经是双宿双飞了 张宗这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还有一事不明 那符纸上的黄鼠狼是怎么回事 赵宇冲 赵室实地回答道 那是江湖树式的小把戏 用毛笔沾着节水 画出黄鼠狼的形状 晒干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再喷上江黄水 就会起反应 显现出黄鼠狼的样子 那么那雷声呢 张宗又问 是我学的口技 赵宇冲说着还急性表演了一段 果然是唯妙唯笑 最终 县令做出了判决 赵宇冲和小娥装神弄鬼 情有可量 这赵宇冲还玩张宗之父的三百两财礼后 与小娥结为夫妻 至于柳氏和张宗 清官难断家务事 县令也不予置评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唐朝有一位中书社人 官职 叫书衍 她的女婿叫崔道书 是个文人 一心要考功名 只是 崔道书或许是实力不行 或许是运气不好 因此他总是考不中 这一年春季 崔道书去考试 果然又没考中 带着失落 他只能回到汗水 崔道书家在汗水边 日常吃水都要从井里打 像往常一样 崔道书拿着木桶去打水 等水打上来时 崔道书看到 木桶里有太多污泥 他知道 这井该逃一逃了 于是 他请了一些人 专门来逃井 把井里污泥都清理干净 众人在清理污泥的时候 挖到一条鲤鱼 这鲤鱼足有五尺来长 他的须子 鱼鳞以及背上尾巴上的鱼鳍 都是金色的 最令人奇怪的是 这鲤鱼两个眼睛炯炯有神 目光如电 谁看了都会被震慑 众人一看 就知道这鲤鱼不简单 于是他们让崔道书把鲤放生 崔道书表面答应了 他让仆人抱着鲤鱼 然后说 你抱着这条锦里 到江边去放生吧 暗中 他拉了拉破人的衣服 小声说 不要放生 送到我的房间里去 别让人看到了 那仆人不敢不听 于是抱着鲤鱼往江边去 其余的人 继续逃井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仆人走了一里多路 发现没人跟着自己了 果然绕了路 把鲤鱼送到了崔道书的房间 等弄好了井 天色已晚 崔道书结了工钱 众人回去后 他赶紧叫来表哥伟大 然后两人秘密把鲤鱼做成菜 煮着吃了 第二天 伟大就得了病 直接就暴毙了 崔道书知道后 在家惶恐不安 再说伟大 暴毙之后 家人放生痛苦 此时 伟大家里来了一位毕衣使者 强行带着崔道书 来到一处地方 这里看起来很严肃 都没什么声音 进门以后 只见大厅里有一位女子 带着金翠冠 穿着紫绣衣 坐在长岸后面 在女子身边 还有一些逝者 都穿着黄色衣服 看起来就像是宫廷里的服饰一样 这时候 有一个小丽 从后面走过来 她拿着布子 领着围大出来 来到廊街之间 把布子交给一个 梳着双压记的婢女 那双压记的婢女 把布子放到秀衣女子的长岸上 随后 这个小丽又领着伟大 来到东边的房间 这里像是府衙一样 小丽说 你吃了那条鲤鱼 暗驴应该是死罪 所以你现在死了 伟大不肯认罪 就把罪过推到了崔道叔身上 说 这不是我的罪 是我表弟崔道叔爱吃鲤鱼 见这条鲤鱼不俗 因此就偷偷留下主着吃了 他又非要拉我一起吃 我就没拒绝他的好意 话说 这条鲤鱼什么来的 为什么吃了它就是死罪呢 小丽说 那不是普通的鲤鱼 而是羽龙所化 羽龙经常潜伏在江海之中 为了避免惊吓到人 他们常常变成鱼儿 躲在水里或者泥里 古往今来 很多人抓住过羽龙化身的鱼 他们一看这条鱼不一般 就会放生 所以羽龙从不担心被吃掉 可是连那些逃警的人 围观的人都看出来了 你们不是蠢货 也明明知道鲤鱼不一般 为何还要吃掉它呢 既然你们吃了羽龙 必然会获罪 不过我先放你回去 你回去之后 和你表弟崔道叔一起做些功德 这样还能减轻罪过 十天之后 我会再次召唤你到这里 那时候 你就真的不能复活了 伟大在家中床上 忽然醒了过来 家里人大喜 觉得他又复活了 但是 伟大想到那位小丽的话 郁郁寡欢 他把梦中之事告诉了家人 家人暗暗吃惊 又拉着崔道叔问 问过之后都骂他 伟大的母亲也就崔道叔的姑姑 气得差点动手打崔道叔 崔道叔心中也害怕 不过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希望自己能躲过这一劫 十天之后 伟大果然死了 几天之后 他再次托梦给母亲 说我以为杀了羽龙 吃了羽龙而获罪 因此没命了 我去的地方是谁府 要不了多久 我还会受到重罚 母亲 你赶紧为我做一些法事 再做一个功德大会 如此才能减轻我的罪过 表弟也吃了羽龙 他今晚就会知道了 伟大的母亲醒来后 赶紧去告诉了崔道叔 崔道叔更加慌了 到了傍晚 崔道叔刚躺到床上 就昏昏然睡着 果然 有一位毕一使者 来带着崔道叔 到了一处地方 和伟大描述的地方一样 在大厅里 有一个小丽 拿着一张黑纸 上面用红笔写着文字 站在崔道叔旁边 很快 这个小丽进去了 把那张纸给了 长岸后面的紫绣衣女子 那女子拿着笔 在黑纸上写了一些字 然后小丽捧着纸出来了 崔道叔一看 只见黑纸上面写着一些字 似乎是自己的生平 起初是崔道叔官之三品 受至八十 后面却是用红字写着 所害羽龙 事关天赋 原之不可 按醉脊椎 所有官觉 并皆削除 年一剪一半 这些内容一看就懂 意思就是 崔道叔原本可以做到三品大官 还能活到八十岁 但是也为他吃了羽龙 羽龙又隶属于天庭 因此 谁府无法宽恕崔道叔 也不可能减轻他的罪过 所以 崔道叔所有的官觉都被除名 他的寿命 也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也就是说 崔道叔这辈子都不能做官了 也只能活到四十岁 这下 崔道叔也看明白了 他大为后悔 却来不及了 崔道叔同样和为大吃了羽龙 为何崔大直接死了 崔道叔还能活四十年呢 这也是因为 崔道叔吃的很少 而且他之所以吃鲤鱼 主要是考虑到了表哥崔大 还有一点 就是崔道叔的母亲 常年吃斋念佛 积了一些功德 当然 崔道叔活下来了 他的母亲就没那么好运了 同年冬天 崔道叔的母亲染了病 到春天时 就死了 之前 他的身体一直很好 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崔道叔 隐隐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作孽 连累母亲 崔道叔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京城 崔道叔去世之后 他的妻子才慢慢把这件事说出来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希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很久以前 蜀地一带有许多鹦鹉 鹦鹉会说话 羽毛也很漂亮 最主要的是也不怕人 所以当地人就经常捉鹦鹉 然后作为宠物养在笼子里 成都有一位年轻人 叫蒋十三 也喜欢鹦鹉 他还续养了一只鹦鹉 已经好几年了 这一天 外面来了一只八个 停在树梢上 称呼笼子里的鹦鹉为能养工 两只鸟都能说话 所以鹦鹉就跟八个聊起来了 八个问鹦鹉 能养工 你很久没回翠衣国了吧 是不是有好些年了 鹦鹉说 是啊 我五年前离乡 本来一直很自在 结果前年被捉在了笼子里 确实有好些年没回去了 那么 你想回去吗 我怎么能不想着回去呢 你不知道我 我其实不是生来就做鹦鹉的 这样吧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故事 接下来 鹦鹉为八个说了自己的身世和故事 原来 鹦鹉以前是商人 在湖南 湖北等地做生意 他生意做得很好 往往能够赚到好几倍的利润 因此他赚了许多钱 而且 他能说会的 总是做大好人 为别人排忧解难 所以他人缘不错 大家对他口碑也好 有一年中春 商人和同伴乘船 从水路出发 要去某处做生意赚大钱 出发几天后 大船遇到大风 然后船被吹到了一个岛上 这岛上有高山 直送云霄 天空蔚蓝 十分漂亮 几个人觉得这里不错 商人也很喜欢 就拉着同伴上了岛 然后四处游玩观看 越往里走 大家就觉得越漂亮 就这样 几人深入岛中 到后来走得太远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岛上并没有人 只有鸟在飞 边飞边叫 鸟极多 不知道有几万几十万只 几个人一开始很高兴 但是后面转了几圈 费尽了力气 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这才开始慌了 几个人本就因为乘船有些不适 又走了许多路 饿得受不了 找不到食物 只好想着捉鸟吃 但是几个人也没有工具 所以也抓不到鸟 就这样 几天后一行人都饿死了 其他人死后怎么样 伤人不知道 他自己飘飘荡荡 来到了一处地方 这儿有巍峨的宫殿 有复利的城过 城里还有很多 这儿的人似乎不分贵贱 都穿着脆色衣服 十分奇怪 商人找人问了 别人回答他说 这里是海中第七岛 叫翠一国 得知这是国家后 商人有了希望 他去拜见了国王 说了意思 希望能够回家 翠一国国王大约五十来岁 也穿着脆色衣服 十一里 通阴阳 他不像那些上大夫都会写诗 中大夫则都能唱圈 下大夫则能言善变 反正都是有才之人 商人也很会说的 所以受到国王重视 把他视为客经 后来 国王又把女儿嫁给了商人 那公主很漂亮 会唱歌 会唱诗 跟商人关系很好 第二年 国王又让人给商人 做了脆色衣服 商人穿了后就能飞起来了 跟其他人一样 一旦飞起来 他们就成了鸟 其实就是鹦鹉 国王很高兴 封他为能阳宫 后来 国王带着商人夫妇 飞翔在林中 飞到山中的时候 商人饿了 就飞下山去找食物 结果被人抓住了 再以后 鹦鹉就被人 关在了笼子里 最后 鹦鹉说 我很想念国王和妻子 不知道你能不能 为我烧口信过去呢 如果可以 那么真是我的万幸了 说完后 鹦鹉伤心 几乎落泪 巴格听完后 安慰了鹦鹉 表示愿意作为信使 替鹦鹉传话 鹦鹉则提醒巴格 翠衣国离这里很远 你要小心 可不要像我一样 被人捉在此处 几年都无法自由啊 巴格飞在空中 听到后有些感动 说 放心吧 我会的 谢谢你的提醒 你没有光顾着自己 而不考虑我的安全 这让我很感动 蒋十三其实一直在窗户下躺着 屋子里也没有其他人 周围也不吵闹 所以鹦鹉和巴格的对话 他都听到了 蒋十三没想到 这个鹦鹉居然有这样的故事 他忽然觉得对不起这只鹦鹉 于是打开笼子 放了鹦鹉 鹦鹉一开始不信 不敢飞出去 蒋十三就说 自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还提醒鹦鹉 你快回去吧 以后可要多加小心 不要爱被人抓了 鹦鹉落泪 感动得在笼子上转圈飞 然后又对蒋十三点头道谢 说了一番话后离开了 之后 蒋十三把鹦鹉的故事 说给家人听 家人却不信 说他不小心放走了鹦鹉 甚至说 他是故意放走鹦鹉 蒋十三听了后 也不去争辩 一年之后 蒋十三得了重病 掩掩一掩一息 就剩一口气了 迷茫之中 他看到有人穿着黑色衣服 嘴巴像是鸟嘴 到他跟前说 你家之前的小囚犯 是那只鹦鹉 已经到了翠衣国 还跟国王说了 我是奉国王之命 来请你去的 蒋十三迷迷糊糊呢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跟他去了 那人振臂一会 猛然出现了绿色衣服的人 扛着一个奸鱼 一种轿子 然后抬着蒋十三出发了 很快就到了大海上 波浪巨大 简直就像山一样高 蒋十三一看 有些害怕 但是那些人始终在水面上 一尺高的地方飞着 丝毫不怕 而且速度很快 很快来到了一座岛上 跟鹦鹉说的一样 景色很美 郊外已经有人等候了 他们穿着翠绿色的衣服 趴在路两边 这时候来了一人 高声说 公子能察碍圣灵 有好生之的 放了鹦鹉 网开三面 能让我回归翠一火 实在是令人感动 我无以为报 因此在这里提前等候 略表感谢之心 说完后 那人又趴在地上 哭了起来 蒋十三一看的 就觉得似曾相识 原来他就是自己放回来的鹦鹉 于是他下了轿子 拉着那人的手 一起进入城中 进入城中 国王亲自迎接他 海作伊说道 寡人愚昧 不该带他们出去到临终游玩 以至于爱婿被捉 女儿枯思 如果不是先生 你把他放回来 寡人的爱女 估计就要伤心中老了 哎 寡人还派八个去搜寻爱婿 没想到八个刚带回来消息 先生就放了寡人爱婿 实在难得呀 蒋十三看了看国王 觉得他相貌清奇 于是又谦虚了几句 国王请蒋十三到大殿上 让他上座 国王又说 寡人儿女能够玩具 多亏了先生 本来寡人也不知道 怎么报答先生 只是听说先生病重了 于是派见蛇后 就是那个黑鸟嘴的人 去请你来 这时候 来了十几个漂亮丫鬟 身后有一位更美的人 声音也很好听 他就是鹦鹉的妻子 国王的女儿 夫妇二人来到大殿 对着蒋十三拜谢了 蒋十三依旧谦虚了几句 还礼后坐下来 国王大喜 叫人再往迷亭 这个亭子的意思 就是盼望你归来 迷世儿 也就是你的意思 百艳 国王因为知道蒋十三有病 所以就让人取来海中神鹿 加入到酒中 让蒋十三喝了 蒋十三喝完后 神清气爽 一切恢复正常 仿佛比以前还年轻了 宴会期间 那些百官 或是唱曲儿 或是写诗 都来祝贺蒋十三 但蒋十三只觉得 酒菜不错 不知道他们唱了什么 说了什么 宴会结束 国王又说 碧国距离中华很远 也没有中华那么大 跟中华相比 国中宝贝也不太好 但是心意还要表达 所以只能拿一些国中的好宝贝 献给先生 就当给先生娱乐好了 希望你不要拒绝 国王招了招手 旁边人拿来十个大宝珠 一双紫玉壶 碧女来了 又代表公主 送给蒋十三一个水心镜 几尺高的珊瑚树 还说 先生让他和夫君破镜重圆 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因此送些礼物作为报答 另外 鹦鹉又送给蒋十三许多礼物 都价值不菲 蒋十三想念家乡 国王只好派黑衣鸟嘴的人送的 于是蒋十三又坐上监狱 飞越大海 回到了家里 到家后 黑衣鸟嘴的人不见了 蒋十三听到屋里有哭声 进去一看 家人围在自己跟前大哭 他这时才明白 自己已经死了 他靠近自己的尸体 忽然感觉被人推了一把 魂魄与尸体重合 他又复活了 家人大喜 一看蒋十三精神不错 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 都很高兴 也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蒋十三知道 是翠一国国王的海中神鹿 救了他的命 他含糊几句 敷衍过去了 等家人离开后 蒋十三要下床 忽然觉得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蒋十三出门一看 只见树梢上 有一只鸟在叫 正是给鹦鹉传信的八个 他嘴里叼着一个大包裹 放到院子里后 飞到空中 说了一句多谢先生 东西都给你带来了 然后飞走了 蒋十三一看 包裹里居然是珍珠 紫玉虎 珊瑚树等 正是国王 公主 鹦鹉给他的礼物 他顿时心花怒放 这些钱 价值足有百万两 后来 蒋十三靠着这些宝贝 过上了优渥富足的生活 在以后 蒋十三慢慢地把自己的故事 说给了后人听 至今 属地的人仍然会把鹦鹉叫能言过 故事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劝诫人类 不要把鹦鹉等鸟捉在笼子里 因为 你觉得它只是一只鸟 实际上它也有生命 有家庭 有父母 有气儿等等 还有 鸟的声音却是动听 但在笼子里 它应该只有诅咒之声 而不是冲着你唱歌 只有放它自由 让它在外面自由飞翔时 它才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太原夫妇引李英明正在发愁 他不断到门口去看 似乎在等人 很快 外面来了个郎中 李英明一看 赶紧迎上去 也来不及客套 说一句郎中大人 莫要嫌弃辛苦 快快有请 然后李英明拉着他 到了屋里 屋里 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大约六七十岁 看起来奄奄一息 似乎不行了 女人是李英明的母亲 患了重病 已经三五年了 一直没治好 现在病肿了 李英明担心老母撑不过去 因此请明依来看病 那郎中让李英明去一边 自己给他母亲耗脉 看舌台 又仔细看了看 他眉头紧皱 过了好半天 才放下李英明母亲的手 然后过来和李英明说话 李大人 令唐的病 小人看不出来 您另请高明吧 不过 以我多年看病经验来说 只怕令唐撑不了一个月了 大人还是准备后事吧 那郎中说完 摇头离开了 李英明大为难过 他实在有些绝望了 十天来 这已经是他请来的第七个名医了 个个都是这样说 李英明却不甘心 他总觉得 母亲不至于这么年轻就去世 母亲拉着他的手 有气无力地说 三郎 李英明在家族中排行第三 莫要 莫要为我看病了 省一些钱 别再浪费了 还有 你可千万不能贪朝廷的钱 为我 为我治病啊 李英明点头 安抚了母亲 叫了婢女过来照顾 自己出来了 他并没有放弃 既然名医不行 那就只能求神问鬼了 可是 上哪里能直接问神仙或者阎王呢 李英明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就找来蜀下 请他们吃饭 问问自己该怎么办 一个蜀下说 这还不好办 大人去城隍庙 或者冬月大帝庙里 去祈祷一番 不就行了吗 那样只是祈祷 而且未必有回应 若因此耽误了我母亲治病 岂不是糟糕 众人一听 也没好办法 只能摇头 饭局结束后 众人陆续离去 一位小丽留下来 悄悄对李英明说 大人可知道 人间有阴曹地府之人 他们白日掌管 人间之事 晚上掌管 明府之事 熟悉他们的人 都叫他们掌阴人 就是掌管阴间之事的人 哦 本府还是第一次 听说掌阴人 莫非你认识掌阴人 我听说本周狭下刘县卫 就是掌阴人 我还听说他在阴间的权力极大 能决人生死 也能知道别人祸福 大人若是想知道令堂的病 不妨问问他 据我所知 刘县卫过几天就要来 李英明大喜 重赏那么小利 然后只等刘县卫来 复礼办事 不过三天 刘县卫来了 李英明已经知道 马上派人去接他 并为他安排食宿之处 刘县卫吃了一惊 不知道为何如此 办了公事 他准备离开 李英明又请他吃饭 弄得好像是刘县卫下属 要巴结他一样 刘县卫觉得奇怪 忍不住问道 福尹大人 不知道您为何对下官这般 下官有些受宠若惊 实在不敢当啊 实不相瞒 我听说 刘县卫乃是人间掌阴人 不知道是否如此 刘县卫显然吃了一惊 问道 不知道福尹大人 从何得知 人间掌阴人 乃是一个秘密 若无要紧之事 这人就轻易告诉福尹大人 只怕要折兽啊 严重的话 甚至会小命不保 哎 李英明一看他表情 就知道他承认自己是掌阴人了 又听他这么说 赶紧说 绝对是要紧之事 还请刘县卫手下留情 是这样 我母亲从几年前就得了怪病 如今更是病重 我请了许多名义来 他们都说 我母亲撑不过一个月了 我母亲怕我四处借钱 又怕我贪污钱财 为她看病 因此也让我放弃 母爱如此深 怎么不令人落泪 但是 作为人子 我怎么能看着母亲受苦 而不帮她治病呢 可是 若是帮她看病 她又会怨我不听话 因此我就想问问大人 我母亲到底还能不能活 若能救治 我必能全力救她 若不能救她 我愿意顺应天意 不再请郎中看病 好吧 看待大人如此孝顺 我就跟你说吧 不过 你得先告诉我 令唐家在何处 姓甚名谁 生辰八字是什么 李英明一听 赶紧说了母亲的出生地 姓氏 以及生辰八字 那刘谢卫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册子 放到桌子上 吹一口气 赫然变成了厚厚的遗落 她找到一个册子 正是李英明母亲所出生的地方 一直精确到村子 在那个村子里 果然有李英明母亲 姓名 生辰八字也一样 不过 册子上的字 形如蝌蚪 又像是古传 李英明压根看不懂 而且 上面还有许多图像 图像也很奇怪 似乎是横竖交叠在一起的东西 那其实是人的图像 不过李英明也看不懂 只有刘县卫看得懂 看完后 刘县卫向李英明道喜 恭喜复印大人 令堂还有十八年寿命 你也不用找郎中给他看病 他过几天就会好了 这也是大人的孝心 感动了天帝 天帝因此为他续命十八年 不然他真的撑不住一个月 李英明大喜 重重谢了刘县卫 但刘县卫却分文不取 冒昧请问 为何人间会有长阴人呢 李英明忍不住问道 冤假错案 贪污受贿 强占民田 欺男罢女 人间有太多不公平 因此封都大帝 地藏王菩萨 就命令我们十殿严君 晚上执掌阴间之事 白日执掌阳间之事 如此一来 也能让阳间多一些公平 多一些青天呢 这么说 阳间还不止一位掌阴人 哪里能找到他们 这很容易啊 那些做人做事 绝对公正的官吏 往往就是民官 不然的话 为什么老百姓会喊他们青天大老爷呢 就算他们不是 死后也会做阎王 不过 来人间做官的民官 毕竟不多 所以这种官员不多 死后做阎王 阎王不是永久的吗 当然不是 我们阎王也要转世投胎的呀 所谓十殿阎王 分别是一殿秦广王 叫蒋泽文 二殿处江王叫利温 八殿都市王皇中庸 九殿平等王路有 十殿转伦王靴里 这些人 有些还没出生呢 难道这些人之前 就没有阎王了吗 当然不是 所以阎王都是一时的 不过 以这世人最有名 所以大家以为阎王都是一成不变的 刘县卫说完后 就打道回府了 后来 李英明母亲果然病好了 十八年后善终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九泉郡距离中原地区很远 处在大西北地区 对于汉人而言 到那里做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九泉郡还接连发生怪事 只要太守一到那里去任职 要不了几天 就会无故死去 一连三任太守去 都是这样 因此 从那以后 要是有人被授予九泉郡太守 多半会找借口不去 或者脱关系转调 渤海有一人叫陈匪 很是不幸 他被提拔做了九泉郡太守 陈匪没有人情关系 无法转调 他也不想冒着打罪 直接逃跑不去 因此只能硬着头皮上 自从知道自己要做九泉郡太守后 陈匪就闷闷不乐 出发之前 陈匪找了个算卦的人 要算一算这次去九泉郡 会不会也无故死去 那个算卦的人 是个高人 他也不问陈匪 直接推演 过了好大一会儿 算卦的人才说话 他只说了十二个字 像是顺口溜一样 远诸侯 放不求能解死 则无忧 臣匪大吉 说道 大师 在下无意冒犯 可是 你都不知道我要算什么 怎么就说了这些话呢 再说了 这十二个字 又该如何理解呢 算卦的人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 我已经算出来 大人要占卜前程和命运了 放心吧 都在这十二个字里呢 你现在看不懂 也没关系 到了之后 自然会知道 大人放心去吧 老夫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说完后 算卦的人离去了 去的时候 嘴里还大声念着什么 臣匪也没听懂 无奈之下 臣匪只好大着胆子去上任了 未免妻儿受到连累 他没有带着家人去 只是自己一人 到了太守府中 臣匪叫众人都来参拜 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前来的官吏中 有四人的名字中 都有一个猴子 其中 侍奉太守的医生 叫张侯 当天当职 随时准备为所有官吏看病的医生 叫王侯 而小兵之中 还有两人 分别是史侯和董侯 陈匪念着他们的名字 忽然想到算卦者那句远诸侯 显然诸侯就是这四位名字中带猴字的人 于是陈匪找了借口 把这四个人都调走 不让他们围在自己身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 陈匪提心吊胆 同时想着算卦者那句放驳求是什么意思 三更之后 陈匪感觉到被子上有个东西 他掀起来被子 随手把那个小东西盖在被子下面 那小东西在被子下面 一条一条的似乎要冲出去 只是他力气很小 冲不破被子 这时候 外面巡逻的牙医听到了动静 拿着火把 敲着门 问太守大人是否看到有怪物进来 陈匪说没有 然后让他们离开了 回过头来 他想看看那个小东西 不过 屋里漆黑一片 什么看不到 但他能感觉出来 那小东西类似小狗 此时 那小东西开口说话了 大人 我没有恶意 只是 只有府君 对太守的尊称 大人才能救我 如果大人肯放了我 我一定会报答大人 陈匪好奇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妖怪 为何闯入太守大人的房间里 不怕我杀了你吗 府君大人 我是千岁胡经 名字叫薄囚 大人放了我 我会报答大人 以后 大人如果有急事或者难事 无法办妥 只要喊我的名字 我就会来帮忙 听到狐狸精的名字 陈匪大喜 说 我懂了 我懂了 放薄囚 原来就是放了你 好好好 我放了你 陈匪掀开了被子 把狐狸精放出来了 那狐狸精瞬间化为一道红光 从门缝消失了 远离那几个名字带猴字的人 又放了薄囚 陈匪放下心来 知道自己安全了 次日晚上 陈匪刚准备睡觉 有人在外面敲击窗户 外面敲窗户的人是谁 陈匪问道 是我 我是薄囚啊 大人 昨天刚放了你 你今天怎么又来了 有什么事 确实有要紧的事情 大人 本地北方出现了盗贼 大人应该趁着天不亮时 赶紧去抓那些盗贼 错过这次机会 以后就很难抓到他们了 接下来 薄囚又说了路线和具体位置 陈匪听了后 马上起床不数 赐耕天 他让大家吃饭 然后马上出发 往北走了三十里路后 果然把那群盗贼都全部抓获 无疑漏网 靠着这次功劳 陈匪得到了上级的赞赏 从那以后 每次大事发生之前 薄囚都会来告诉陈匪 陈匪按照他的话去做 从来没有出过错 就这样 上级对陈匪的夸奖越来越多 老百姓也越来越喜欢这位大人 大家都尊称陈匪为圣府军 一月之后 主部李因撕通了陈匪的势力 李因担心 薄囚会告诉陈匪 自己的事情会败露 于是就和张侯 王侯 史侯和董侯和谋商量 要杀了陈匪 机会很快来了 几个人看着陈匪进入到了房间里 于是都拿着大棍 冲了进来 陈匪一看阵势不对 马上大喊薄囚素来救我 随即 有一个小动物从天而降 它好像是拽着空气里的绸布一样 落了下来 伴随着的 还有不匹撕裂的声音 此时 李因等人的大棍 几乎打在了陈匪的身上 他们一看到薄囚来了 便再也动不了 因为他们的魂魄都直接被薄囚控制住了 看到这几个人被制服了 陈匪叫牙医将士过来 把这几个人抓住拷问 还没打一顿呢 这些人都招工了 事后 薄囚又说 大人 你还没来上任的时候 李因 那四侯 张侯 王侯 史侯和董侯 就担心会失去信任与权势 想要来杀你了 只是 你一来就赶走了伺候 所以他们无法联手杀你 现在 这个祸患除掉了 大人以后安全了 陈匪想到了一个问题 问道 之前那几人太守 个个都离奇而死 莫非是这些人所为 正是 他们仗着自己掌控权势 因此对心上任的太守 暗施毒手 再嫁祸给鬼怪 我之前一直在修炼 法力微弱 自己都难保 因此也救不了那些太守 至于你的势必 与李因思通 我虽然知道 却也不敢贸然告诉你 唯恐你有危险 陈匪听了后 不断点头 后来 他把李因等人就抵正法 并宣读了他们的罪状 指出他们害死了之前几任太守 消息传出去后 不仅百姓欢呼 上级夸赞 连皇帝都特意派人来嘉奖陈匪 一月之后 薄囚与陈匪告别 说 我修炼已经成了 前些阵子忙着成仙的事 如今成了 明天我就要到天上做神仙了 也不能和府军大人来往了 大人保重 从那以后 薄囚果然没出现过 后来 陈匪也专门去找过那位算卦的人 不过他也没找到 陈匪怀疑 那算卦的人 可能就是薄囚的化身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契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赖三是一个精明的小商人 他在一条官道上开了一家客栈 专门做一些路过客商的生意 也为这些人钱才好唬弄啊 而且还没有什么危险 说起赖三开的这个客栈 他倒不是黑店 只是呢 也跟黑店差不了多少 唯一比黑店强的就是 他不谋财害命 而且店里每样消费都是明码标价 需要享受相应的服务 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说白了就是收费相多了点 因此时间长了 他的生意并不是太好 很多路过的客商 住过一次以后就不再来了 他们宁可多改一点路 到城里再找客栈 也不愿意住路边的这个黑店 这一天 一个姓陈的帐房先生 带着三四个伙计 赶了两辆马车 正好路过赖三的客栈 看到赖三的客栈以后 就有伙计说了 陈先生啊 我们这可是赶了一天的路了 兄弟们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不如就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个儿再走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帐房先生看了看赖三的客栈说 行啊 反正我们今天也赶不回去了 那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吧 这种小客栈看起来也跪不到哪里去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吧 因为也没什么生意 此时的赖三正在门口的躺椅上睡大觉呢 突然就听到有人喊 老板在吗 给我们开间房 顺便把我们的马也给喂上了 赖三一听 这是生意来了 一个机灵就炸了起来 马上回答道 好的客观 你稍等 说完 赖三就接过了伙计手中的缰绳 把两匹马迁到了后院 陈先生带着几个伙计 开好了房后 几个人直接就回屋休息去了 陈先生心里还说了 这客栈看起来还行啊 这房价也不贵嘛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陈先生就出来让赖三 给他们几个准备点饭菜 但是 等这饭菜准备好之后 这问题就来了 乱收费就开始了 赖三把饭菜准备好之后 就叫陈先生和他的几个伙计出来吃饭 谁知道 他们出来一看就傻眼了 饭菜倒是准备的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桌子旁边连一个凳子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有伙计问 老板你怎么不准备凳子呢 让我们坐哪吃呢 不好意思啊客观 凳子我们当然是有的 不过呢需要加钱 赖三笑呵呵的说 这伙计一听就疑惑的问 我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不管到哪里吃饭 从来还没听说过凳子还要钱呢 赖三就说了 那没办法 我这里凳子是要钱 要不然呢 你们还是站着吃吧 站着不要钱 不管伙计怎么说 这赖三就是摆出一副你不加钱 就是没有凳子 你爱吃不吃的架势 这时候陈先生就说了 算了算了 没凳子就没凳子吧 我们站着吃就是了 谁知道 这刚想动筷子 筷子在哪呢 桌子上根本就没筷子 这时候陈先生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他也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问赖三 老板呢 你这客栈 客人吃饭连筷子也不提供吗 赖三就说了 筷子我们当然是提供的 不过那一双筷子需要加一文钱 你看你们几个需要几双 陈先生是彻底明白了 今天自己肯定是遇到黑店了 既然住了进来 钱也交过了 这时候了想走 怕是也不会顺利 出门在外 有些事还就真实的认真 没办法 吃饭不能没有筷子啊 他就叫伙计给了赖三四文钱 要来了四双筷子 说实话 这顿饭吃的陈先生和几个伙计 都是郁闷的很 但是他们没办法呀 自己几个人都是外地的 在这里闹事 肯定捞不着好 几个人就只能忍了 反正就这一次了 下次绝对不会再来 更可气的是 刚吃完饭 这赖三还问几个人 各位客观 不知道我们客栈的特色菜 吃的还满意否 陈先生 没好气的回答说 很满意 我想我们下次还会来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问题就又来了 这本来就是大冬天 天黑了以后 屋子里特别的冷 几个人睡的是一个大通铺 一个个冻的是浑身乱颤 根本就睡不着 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没敢叫这老板 因为他们觉得 只要叫了老板 那就免不了还是要收费 老板还要再敲他们一笔 他们就是不想被这黑心老板 明着坑 所以就选择隐忍 最后这几个人实在是动得受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赖三给他们提供的被子 都是很薄的被子 根本就不薄暖 这时候陈先生也忍不住了 他就把赖三的叫了过来问 老板 你这客栈不会是舍不得柴火烧炕吧 赖三笑还是呵呵地回答道 放心吧客观 我们这客栈虽然什么都收费 但是 我还是能给你们免费烧上炕的 各位先稍等 我马上就去准备 没过多久 几个人迷迷糊糊地就看到了赖三 他正在炕头忙活呢 又过了一会儿 就看到了炕头有火苗燃了起来 几个人心想 这老板还算是有点良心 终于给他们点上炕了 就这样 几个人又准备睡觉了 但是 不知怎么地了 这炕烧了很久 愣是一点热气没有 几个人刚睡着就又被冻醒了 这抬头再看看炕头 明显炕头是有火光在那里闪烁 为什么这炕就不热呢 这时候 有个伙计觉得不太对劲 他就穿上了衣服 来到炕头查看情况 这一看 可把他气坏了 他是破口大骂呀 这炕底下 那确实是有火苗在闪动 不过这就是一盏没有灯而已 这老板实在太不是东西了 拿煤油灯在这里糊弄他们的这事 用煤油灯还能把炕给烧热了 这时候 陈先生也起来了 他看了看炕底下的煤油灯 也来了气 但是呢 他并没有骂这个赖三 毕竟那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他吩咐伙计去把赖三给叫过来 他要好好的问问 很快这赖三就有笑呵呵的 跑了进来问道 客官 您这是还有什么吩咐 陈先生指着炕底下煤油灯说 这是怎么回事 赖三还是笑呵呵的回答说 我们店里的确是提供烧炕的服务 也是免费的 但是呢 如果不加钱的话 我只能用煤油灯给你烧 那柴火我们是需要加钱的 说着 赖三还从背后拿出来了一个板子 板子上写了很多字 赖三指着板子就说 可能先生你进店之前没注意 我这店门口一直挂着这个牌子 这牌子上每项收费 我们可都是写得明明白白呀 我这可是明码标价的呀 可没有乱收费 陈先生随便扫了一眼那个板子 就对赖三说 你就告诉我 一捆柴多少钱就行了 一捆柴十文钱 只要你付十文钱 我马上给你用柴火开始烧炕 赖三说的 陈先生二话没说 我直接就甩给了他十文钱说 钱我给你 但是这个炕 如果今天晚上你烧不热的话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好的客官 您放心 保证烧到你满意为止 说完 赖三就着急忙荒帝去爆柴火去了 赖三一走 就有一个伙计问 先生 我们不能这样纵容这样的店家呀 他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陈先生摆了摆手说 不必多言 我自有办法 很快赖三就爆来了柴火 又重新点燃了炕 这次很快炕就烧热了 陈先生和几个伙计并没有说什么 他们躺在暖和的炕上 就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 陈先生就带上几个伙计赶着马车 准备重新赶路了 临走之前 赖三站在门口看着几个人被影 他高声大喊道 几位客官慢走 欢迎下次再来 一个伙计扭过头来吐了口 吐沫说 就你这黑店 下次请老子来 老子都不来了 就你这样的老板 说不定一会就会遭报应 这赖三呢 他并不生气 还是笑呵呵地喊道 客官教训的对 下次我一定改正 不过也提醒下几位 下次住店时候 一定要看清门口的牌子 我这里可是明码标价的 并没有欺骗各位 几位一路走好 陈先生和几个伙计走了以后 赖三就乐呵呵地 走进了他们昨晚住的客房 准备把客房重新收拾一下 等待下一位有缘人 赖三走进了客房一看 随口就骂了一句 这几个人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竟然把一块大石头 放在我的炕上 还生一人呢 我呸 赖三来到康边 伸出双手就准备把这块石头都给抱下来 他刚把石头抱起来 就听到赖三 哎呦一声叫 立马就松开了双手 他这一松手 大石头砰的一声 就掉了下来 好巧不巧地正好砸在他的双脚上 疼得赖三又是一声惨叫 立马就倒在了地上 此时再看赖三的双脚 已经是被砸得鲜血直流了 老样子恐怕脚趾头都被砸断了好几根 这不在家躺个一年半载的 那恐怕是好不了了 这可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昨天晚上的事 陈先生也是非常的气愤 他就想自己一定要想个办法 好好惩治一下这个黑心的赖三不可 昨天晚上赖三重新把火炕的点燃以后 他就乐呵呵地离开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走以后 陈先生就吩咐火系到院子里 搬来了一块大石头 他让人把大石头直接扔在了火堆上 这大石头可是在炕底下被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啊 此时的大石头有多烫手 想想都知道 他们临走之前就把这块大石头扳了出来 放在了炕上 这赖三看到炕上有石头 他肯定是要去扳下来的 刚抱起石头 他的手就被烫到了 他只能赶忙扔下手中的石头 这不 石头掉下来正好砸在他脚上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长官起案故事 明断善恶是非 若有精彩之处 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李坦 李全之子 李全本是经朝末期起义军的首领 投靠南宋后又投降蒙古 并盘踞山东 他的妻子 就是号称四娘在天下无敌手的著名女将杨妙贞 杨妙贞投降忽必烈之后 负责主持山东 淮北军政 没多久 杨妙贞隐退 李坦承袭之位 因此 李坦就这样成了蒙古一都行省 大约等于后来的山东省的丞相 亦都行省的最高长官 类似于省长 从公元1233年 李坦承袭职位即 倒塌兵败被杀 公元1262年 他统治山东长达30年之久 公元1260年 李坦晋升为江淮大都督 为蒙古军南下 攻取南宋连水 今天的江苏淮安是连水县 但是两年之后 李坦就举兵反蒙古 占据济南 南宋朝廷于是封他为齐郡王 所以李坦也被称作李郡王 本文故事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另外 本文还涉及到的人物有 史天泽 蒙古朝廷的丞相 本次战役的统帅 严相国 就是严中泛 官职为东平路民兵总管 本次战役的大将之一 达查尔 也叫达查国王 他是蒙古王室 也是贝尔纸金家族的同姓王 好了 以上是背景 接下来说正文 宋礼宗景定三年 即公元1262年 决定掉头攻打蒙古的李坦 离开了连水 他带着连水 东海 西海及其他军队 总共五万多人 于27日抵达济南府 3月5日 李坦小胜蒙古军 后来 李坦率军在济南城 50里外的老仓口下寨 并在清河大败蒙古军 4月3日 蒙古大军陆续抵达济南 并有包围济南府之事 李坦为了守卫济南府 在城外30里的地方开河筑城 然后有30里外的地方 继续开河造成 有30里外的地方 继续开八户城河 建造城墙 如此 一共是三座护城河 三座护城墙 很快 蒙古大军已经有了17路人马 在济南城外回合 连高丽都派兵来了 但由于李坦死守城池 加上防御工作做得好 所以蒙古军久攻不下 死伤不少 在维继南城之前 城里就慢慢地出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 像是传说中的神迹 很多高人以及经验丰富的老人看到后 都认为这是白蛇气 出现这样的气 说明附近有白蛇成精成怪 而这种发出肾气的白蛇 嗜血成精 而且可以远隔几百几千里路 西石人的精气神与三魂六魄 史天泽听说后 觉得可以用来对付李坦 于是他马上派人到东平府里 请了几个开山者 又抓了一些能人异士来 所谓开山者 就是蒙古人对那些善于捕蛇者的称呼 因为捕蛇常常要去山中 有时候还要拿斧槽开山 找到蛇洞 因此他们也被称作开山者 开山者和能人异士来了之后 马上制定计划 他们花了十天的时间 用尽了办法 这才找到蛇精 那是一条巨大的白蛇 足有七八丈长 浑身雪白色 修行骑马超过两千年 也为他的头上已经冒出了脚 腹部下面 甚至也出现了小脚 如同一只幼龙 找到白蛇精后 如何降服白蛇精呢 开山者了解蛇 提出一个办法 只要能制服白蛇精 像熬鹰一样 熬他一段时间 把他快饿死的时候 稍微给他一些血肉吃 刺激他的血性 恢复他八成的力量 然后把他激怒 让他能看到食物 但吃不到 再次把他制服 依次下去 每次都恢复他一些力量 但比之前要少 再与之争斗 耗尽其力量 这样 要不了多久 就能磨掉他的血性 史天泽就好奇了 问道 最初的时候 白蛇有食尚力量 一旦被制服的话 不就可以了吗 为何还要恢复其力量 再次耗掉呢 这样真的可以磨掉其血性吗 开山者叫了 说 畜生毕竟是畜生 当他们第一次被制服后 饿得奄奄一息 没了力气 但他们不死心 认为其只是不幸失守 这才被人类制服 只要恢复了气力 一定能战胜人 所以 下次恢复其八分力气时 他还会反抗 再次制服他 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侥幸被抓 这样 每次都让其恢复的力气 比之前少两成 再制服他 几次下来后 他便会觉得 自己力量越发小了 不是人类对手 自然不敢反抗 这便是我们捕蛇人常用的 简历降龙法 史天泽大喜 马上叫那些能人意识 去抓捕白蛇 能人意识中 有不少非修行者 也有不少修行低的人 因此死了一批又一批 直到第七批人上前 这才把受损严重的 大白蛇怪降服 此时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降服白蛇怪之后 史天泽又按照开山者的办法 四十日之内饿了白蛇怪四次 放血四次 直到最后一次 白蛇怪只剩下两成力气 六成血气 这才彻底服气 血性终于被磨尽了 后面 他便只能任人摆布 而在看守白蛇怪期间 又死掉许多人 以及几位术士 可没人在乎他们的生死 在接下来的二十天之内 史天泽让那些术士们训练白蛇 让他去隔空吸食指定人物的魂魄 精气神 那白蛇怪修行本来就高 又有高人训练 再加上每日吃不够血食 饥饿难耐 因此很快便学会隔空吸食 前后一共花了一百天 这条白蛇怪才能完全服从命令 并按照命令做事 那一天 史天泽让术士给白蛇怪下达命令 让白蛇怪吸食城中离坦的魂魄 白蛇怪听到命令后 化为一股白气 飞腾而去 进入城中后 很快又回来了 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吸取了李毯的魂魄 连李毯的血都吸干了 从那以后 李毯一下子变了个人 每天失魂落魄 魂魂恶恶 无精打采 就像没睡醒一样 这样的状态 别说只会打仗了 就是吃饭睡觉 上厕所大小姐 都要人伺候着 不然可能会摔倒 说话都有气无力 由于无人指挥 所以队伍开始散乱 军心不稳 以至于都没粮食了 大家还不知道呢 没办法 最后将士们只能拉农家屋檐上的草 然后再拌一些盐 给战马吃 马都没吃的了 人也是如此 李毯麾下有一支军队 号称巴兜鲁军 也就是勇士的意思 因为吃不饱甚至吃不到 结果都饿得走不动路 只能靠在墙角下休息 又撑了几天 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悲剧 7月13日那天 蒙古军攻城 李毯勉强派人出城迎战 结果人都没了力气 很快就被杀败 仓皇逃回城中 慢慢的 已经有人偷偷跑出去投降 还有人散布消息 说看了星象 李毯必败等等 李毯安抚不下 不用理会 但没有用 每天都有人出去投降 后来 连他儿子都出去投降了 19日晚上 有一颗极大的星星 坠落在济南府中 李毯看到后 说了一句 我李毯要死在在这里了 他叫人搬来椅子 然后坐在院子里 自己拿了个镊子 然后把自己长胡须都拔掉了 只留下一些短胡须 这个操作 我也不懂什么意思 如果说他要乔装打扮 可他没有逃跑 也为他选择了自戒 可是自戒 为何要把吊掌胡须呢 咱也不懂 希望有大神指教 次日 李毯告诉所有人 已经放弃受伤 大家可以随意出去 自讨出路 他自己则叫人被了小船 然后在海口子处 想要投海自进 但海水却指到他的腰部 于是 李毯乘坐小船 来到海水深处 再次跳海 结果海水 还是指到他腰部那里 一位姓黄的老人说 将军 你为天下抗争 为何如此自辱 看李毯不说话 老人拉着李毯 到了一处府衙 然后 那个老人不见了 他是邪神 抓住了李毯 不让他自杀 密探马上报告张相公 张荣氏 蒙古水军千户 本次战役的将军之一 张相公因此派人 捉住了李毯 抓住李毯后 大家一起审问李毯 严相公问道 你为何如此抵抗大军 李毯说 你们跟我约好一起反抗啊 怎么你们不来跟我会合呢 严相公大怒 拔出刀刺了李毯的类像 史天泽问道 见到本丞相 为何不贵 看到李毯不说话 他又问 忽必烈有什么地方亏待你 你要背叛的 李毯说 你写了文书给我 说跟我一起出军反抗 为何背弃蒙约 史天泽大怒 让人先砍了李毯的两臂 又砍断了两腿 此后又割了李毯身上的肉 开肠破肚 最后才斩首 如此残忍的手段 可谓令人发指 李毯死的时候 身上没流一滴血 毕竟血已经被白蛇怪洗干了 被砍手臂 两腿和脑袋的时候 李毯身上只是流出黄浓 尸体抛在外面的时候 也没有文英盯着 甚是奇特 这些都是白白蛇怪所赐 更令人发指的是 史天泽还让李毯的儿子 提着父亲的首级 到山东其他地方去巡视 就是用李毯的头去震慑反抗者 李毯有六个儿子 老大家崇山 才十九岁 老二老三叫齐山 南山 都是王夫人生下的嫡子 后来官至平州总管 老四凤山 是大茬妹妹所生 老五老六是牛山和和景山 后来都活下来了 不过 后来忽必裂调走了崇山 而大茬择救了凤山 毕竟这是他的外甥 事后 史天泽下令 杀了那些训练白蛇的术士和开山者 同时让布下万箭齐发 蛇杀了白蛇怪 他觉得留下这些人 和这条大白蛇太危险了 万一用来对付自己 那就糟糕了 围城不久后 李毯还做了一首水龙吟的词 内容大概是渴望和平 如下摇刀怕手从军 树楼独以仙凝跳 中原气象 胡居吐血 木烟残兆 头笔书怀 枕戈戴 龙溪年少 探光阴撤电 一生毕肉 不如一盖腔调 事便沧海成田 乃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 无事休息 凭谁驱洒 眼底山河 胸中事业 一声长叫 太平时 向江近野 文文守平烟照 故事到此结束 从文中可以看出来 此次战役的惨烈 以及蒙古对李毯的残忍 战争的残忍 所以 尽管作者对史天泽等人称谓很客气 但还是很同情李毯的遭遇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这次战役的惨烈忠建设计对号入座 这次战役的惨烈忠建设计对号入座